因為A.Fix是我們學長 我跟妳說他以前 他學校的真的是風雲人物 真的 對啊 他是風雲人物 最風雲人物 最多有幾個他 直接講他以前在華光一家 有多荒誕的 真的 我不是荒誕的 他一下台的時候會有女生 差不多就說 柳丁學長 柳丁學長 可以給她 對 真的 真的 快吃了 柳丁有沒有 沒有講出來 我也拍過 所以她是因為才藝 被學妹擠完還是什麼 還是因為是柳丁 應該是岩石吧 對吧 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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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為了善起來 沒有說話好不好 可是華剛不是都會有那個 什麼聖誕晚會 這就是風雲人物 對 他真的 所以他的學校 大家就說只要一直說 柳丁學長 好厲害 奇怪 他就這樣都會奇怪 有人說 有哥哥的孩子 你看看 炭治郎跟Nexco講的 這個 禁慾 你就知道說 有哥哥有多好 但是也有哥哥很賤 對 就是專門欺負妹妹 大部分 然後指使妹妹去做任何事情 可是我覺得這個會經過時間的轉變 有變化 因為像我自己也有妹妹 我小時候也是看她很不爽 為什麼 因為小時候就是 她永遠比我小 但是她做錯的事 媽媽就會說她這麼小 這是永遠不可能改變 她跟你差幾歲 差三歲 所以小時候她只要就是 你知道嗎 不管兩個人打架 還是兩個人有人在哭鬧 你跟你沒打架 小時候那種 那種 可是男生力量很大耶 小時候不會大到哪裡去 你說的是嬰兒時期嗎 也沒有那麼小 那時候也就會打架了 就是怎麼講 小時候就會覺得說 妹妹總會有話術 讓爸爸媽媽相信她 那你小時候有沒有曾經 就是在腦中想說 好 希望妹妹消失喔 哇 這有耶 真的嗎 我就說英哥會想不到 小時候喔 對 小時候 你會氣到說為什麼 明明就 她哭她就贏了 然後我就 然後小時候我就想 我記得我小時候用過一招 就是 她根本也沒怎樣 然後也是吵完架的時候 我覺得我吵輸了 然後我覺得我一定要 把她弄回去 然後我就 不知道 我就手直接去打那個門 然後打 砰一聲超大力 然後我媽就衝過來 然後這樣 好痛 好痛喔 然後我妹就這樣 我什麼事都沒有做 然後後來我就用這招 凹贏了 所以你媽就揍你妹是不是 我媽就罵她 哇 好爽 小時候這樣就很爽 但是也不會打她 也不會打她 小時候應該打打鬧鬧還是會 可是倒霉的人還是你啊 因為你手痛好痛 對啊 手超痛的啊 對 但是長大之後 我覺得有妹妹真的是還不錯 會有這個轉變 可以指使她是不是 沒有 就是 妳長大之後會覺得 有一個妹妹還滿貼心的 好 我們今天又請到 真的是有哥哥的人 然後來聽一下 他們到底覺得哥哥是 健的還是好的 歡迎 阿美 你好 雷仁哥 OK 然後對面三位呢 是沒有任何哥哥的人嗎 無視一親親 我有表哥啦 但是我覺得 表哥不算了 表哥不算了 那就沒有 很棒 三位都沒哥哥 不想要 連表哥都沒哥耶 不想 你會想要嗎 很想要 你們為什麼要想要哥哥啊 哥哥感覺超好的 你們是不是幻想 哥哥就很帥 很高 對 沒有這種事 讓他們都會喊起影響了 我跟你講很多哥哥都醜到爆 你先指現場有三位是哥哥 好險我們 好險你們是帥的 好險你想的都沒在現場 好險你們是帥的 謝謝 基因的問題 你 你又沒有很帥 但沒有到醜到爆 對啊 倒爆耶 其實我就是說不帥 就是如果他是我哥 我想說我不想跟他出場 不想炫耀 為什麼啦 那哥哥長得有點太趣味了一點 這個 趣味 怎麼趣味 就是他說 是我哥 他們就想說 頭好大喔 你啊 誰會這麼沒禮貌 如果像譬如說喬姓 帶你哥出去應該是滿榮耀的吧 當然 因為其實我哥他只要瘦的時候 他真的就很帥 真的瘦 他現在是瘦的時候 他現在是瘦的時候 而且我發現就是帶他出去 然後因為我哥很會就是 很會忽悠小女生 很會騷小 對 就是他很會跟女生講話 然後很多女生 不知道為什麼都對我哥 充滿著 你知道 崇拜 然後我覺得 因為剛剛你知道 他跟小小他們在聊天嘛 他們也給我 哥虎的疑論疑論 你知道嗎 你跟他講法呢 對 他講什麼 他講什麼 他就講什麼 什麼斷食啊 他身體會告訴你啊 什麼告訴你 他講如何健康減肥嗎 對 如何健康 然後他們三個就看傻了一眼 身心的什麼 身心的進化 連身心都全開了 對 就是研究這種女生 會想聽的東西 對 就變態 是他們正好有問 正好有聊到斷食 然後知道我 你又不是營養師 可是我身體力型啊 對啊 我是自己研發這樣子 好 你剛剛講的是 你哥哥個人的魅力 對 可是你們兩個之間的相處呢 我小時候我還滿愛整他的 然後因為我必須得說 因為我哥哥好像還滿有 當哥哥的自覺 所以可能小時候 我們可能就是 我們可能回到家 肚子餓或幹嘛的 那他可能就是去 可能買一包零食 他就會分我吃 這麼好 對 就他可能買了零食 我們選了一個零食 他用他的零用錢 然後他買了之後 他就 我也想吃 他就會分我吃 就非常的打氣的那一種 我就覺得 這哥哥很棒 但是因為我 我不知道 我從小就有一種 你知道很愛整人 然後又有愛 又很有生意頭腦 我真的惡劣 我先講一個輕微的 輕微的就是 因為其實我個人 還滿會存錢的嘛 然後我是屬於那一種 我在家裡存了 就是我可能存了大概 守財奴 對 我可能存了 不少錢之後 我可能就會去買零食 然後我一次次買那種 你知道量販包的 然後我就把它放在 我的小櫃櫃裡面 然後他可能 因為他就知道 我有出倉一些零食嘛 然後他可能想說 他有點餓 他想要吃什麼 可能小熊餅乾或什麼 我可能一包才買 可能是十塊錢 我說 你想吃是不是 一包賣你十五 賺錢 賺錢 他都免費追你吃耶 對 然後我跟妳講 因為他以前 就是我們很喜歡看漫畫嘛 他可能就是買了漫畫 就是我想看 我就會去跟他 就是借來看 直接從他書櫃拿這樣子 因為我會買少女漫畫 但他也愛看喔 他看的時候 我就跟他一本五塊 是看一次 看一次五塊 妳不能重複看 重複看就是十塊 妳要 所以每一次看 就要一直看 要記住 要不然妳要再一次 跟他借一個 跟他借一個 沒有 那時候沒看 他可能一個禮拜後 又想看喔 不好意思 再五塊 可是他真的會給錢嗎 真的會給啊 他真的會給啊 他跟我姐也這樣收 他不是只對我 很公平耶 小時候很傲揚 還有一次我個人覺得 我那一次可能真的 讓他覺得就是 真心有點受創 那個時候的狀況 那時候我們已經國中囉 高中 那是高中 高中的 天啊 這麼大了 這麼惡劣 對 OK 好 因為以前呢 我們就是我爸媽 可能就是他們工作結束前 就是我們先放學嘛 放學我們就會在餐桌前面 我們兩個在那邊 寫功課這樣子 就這樣面對面的 做著寫功課喔 然後就只有我們兩個人嘛 我們各做各的事 這時候我哥就會跟我 他就 因為他 我們自然覺得很嚴重 然後他那時候可能剛好也是 情鬥初開的那種年紀 他想要去做離子 這樣突然直接跟你講 就想把頭髮弄直這樣 對 他可能突然覺得 太絕很丟臉這樣 他就跟我講 他就面對面喔 剛好說 就是你可以就是借我錢嗎 我說你要幹嘛 他說他要離子燙 因為那個離子燙很貴 你知道嗎 對 也是個千把塊的這樣子 我想說 可是這樣借你錢喔 我是有啦 但是借你錢可以 你可以做個表演給我看嗎 他就在我正對面 我就叫他表演 他就想說什麼表演 因為他就想借錢 我說那你現在呢 先表演皮笑肉不笑 演技大考驗 然後他就開始有點尷尬 然後皮笑肉不笑 他就做了就是 很尷尬做了奇怪的表演 臉都在顫抖的那種 對 他已經覺得很屈辱 他做完了之後 我想說好 那現在 你給我表演 受笑皮不笑 受笑跑 受笑皮不笑 他就生氣了 他就生氣了 我就笑一笑 但是我眼淚就流出來 好酷喔 羞辱 羞辱 你真的有哭嗎 就真的哭啊 我氣哭 我還坐了 坐了以後 我為什麼要這麼 這麼卑無 這麼委屈 然後我就流眼淚 沒戒到 我都沒幫我姐姐戒 因為你 你整了 你好壞喔你 就是很 不知道那時候就覺得 很想整他 但我那時候 已經忘記我們已經長大了 他已經有他的自尊心了 而且我覺得 那不是重點是 為什麼哥哥還要 那麼聽他的話 還得想借錢嗎 問了就錢就沒錢 就只能委屈啊 對啊 可是你還有另外一個家人啊 因為那個我寫在台北讀書了 所以他借錢沒有那麼的即時 因為我就可以直接借他了 但是我笑皮不笑也不難啊 你就沒有 沒有表情跟我講說 我做好了 我就過關了 你可以示範一下 先皮 皮笑肉不笑是長什麼 結果是他來示範的 你看 你翻回去來 皮笑道不笑 皮笑肉不笑 你看多難 你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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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難 肉笑皮不笑 肉笑皮不笑 你就不要笑就好了 然後跟他講說我做了 肉要笑皮不笑 因為你皮沒有笑 你皮不會動 但你肉笑大概看不到啊 這是腦筋急轉彎 好爛喔 好爛 這就純粹很過分而已 就出了笑是不是就好了 所以從你們小時候到現在 你都沒有欺負過你妹喔 我沒有欺負過他 好好喔 他沒有 所以你抱的心情是說 我要好好對待這個妹妹嗎 也沒有耶 不過我就 我也沒有想要好好對待他 但是我只是會覺得 如果我年紀大他個五歲 我可能會想欺負他 因為我自己就會有個威嚴 可是他就 穿幾個而已 然後又很高大 我就不敢欺負他 對 你有比他矮嗎 現在他比我高 我現在比他高 但是他小 我從小到大他都是 到高中以前他都比我高 他以前都叫我矮子 我男生發育比較有多分 然後我們家裡有那個橫樑嘛 他就這樣子 黃宇翔 他就手就摸到那個橫樑 我是跳都摸不到 差這麼多 天啊 我以前國中才一百四十六公分吧 就是班上最矮的那種的 那很值得欺負 然後他就 他就很高啊 我國中好像一百五十七了吧 我記得 沒有 應該已經一百六 沒有啦 一百五十七啊 好高 我以前看他都是抬頭看 天啊 所以你現在像回家長起來 他是一個好哥哥耶 他是啊 而且他的個性非常非常的溫和 就是我覺得 我們 就是我們家 因為我還有我姐Apple嘛 我們家就是三 三兄弟 三兄妹 對 就是我跟我姐負責在欺負他 這樣子 就他就是我們家的你知道 灰姑娘 因為有的時候真的假日的時候 就是我跟我姐可能想說 那我們要去那個什麼 台北逛街或幹嘛的 這時候我哥就會在家裡 然後因為他一個人在家 然後因為 那個假日的時候 我爸我爸媽可能就會就分配我們 就是要整理家裡啊 可能就是 找什麼廚房啊 廁所什麼的 我們出門了 他就得一個人在家裡面 好 天啊 他不能去 我不想去啦 家裡那個要有人坐啊 你現在已經長大又比他高了 你不會想要報復嗎 也沒想過了 而且他長大以後 他是他對我很好 所以我們都是 我覺得家人就是互相的 所以現在他已經對你好了 你也無法再去計算 他以前對你的壞事 那你就也就算了 算了嗎 對啊 就算了 真的 他這真的標誓 好哥哥啊 對啊 那這個是另外啊 他這個很難好不好 哥哥不會欺負 小的 哥哥一定都會想照顧的 所以在你姓中 你形容一下 你妹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很傻又很真誠的人 我覺得啦 對 有時候太真誠 他給你收錢耶 他其實想賺錢 他現在有錢了 現在都是他買東西 主動買給我吃 他現在不跟我收錢 他去韓國去哪裡 他就會多買東西給我 所以是一個很傻很天真的人 很真誠 然後就是沒社會化吧 好像不懂人情 人情世故的那種人 所以現在變成你需要照顧他了 我照顧他也沒有用啊 因為他是一個很強勢的人 對 可能我之前會幫他 談一些內地的 代言或是案子 工作 我會去幫他談 然後我也要跟他溝通說 對方開出什麼樣的條件 我永遠都記得有一次有一個 要廣告 內地的 然後是找一個 大咖的男性 非常大咖 要跟他搭 然後我接到電話 我在想說怎麼可能 真的假的 所以我的態度就有一點 謙虛跟 卑微 卑微 恭敬這樣子 然後呢 我覺得他講得四四六六了 然後我就去跟他講說 我跟你講 人家開什麼條件 我也很棒很棒 結果被他臭罵一頓 他覺得我的姿態太低了 不是 我說不是 這個東西就是 以退為進 或是拋磚引玉一下 對不對 接到最重要啊 我們要看長遠的事情嘛 然後這也是一個 打開市場的東西 結果哇 他的那個態度強硬到 我會覺得 哇 真的很有想法 真的真的是 他是最後是不接嗎 他不接啊 原因是 不是很不夠的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他到底怎麼想 不是 因為其實我覺得 我這個人很 很非常非常奇怪 那邏輯很奇怪 直線條 要嘛就是要 要嘛就是不要 我沒有一個中間職 所以當很多時候 他可能有時候 幫我接一些工作 那當然對方也會 就是希望可能跟你 可能談了四四六六之後 可能 maybe有講說 那我希望你們可能就是 可能再退讓一點 再退讓怎麼樣怎麼樣 但對我而言 我會覺得說 我們前面都已經 大概講得差不多了 那我就會覺得 那也OK啊 但前面講了一大堆 結果你後面 你忽然又來個回馬牆說 我們又希望怎麼樣又怎麼樣 這就是客戶嘛 所以哥哥很喜歡退讓 他哥哥超退讓 他退到無處可遇 沒有 卡在控宜了已經 他真的每次都退到 心裡會有個底 不要退到那邊之前 你沒有底 他沒有底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他最沒底的事好不好 那一次我真的是氣死 那一次也是 因為我不是說 我內地工作 我自己接嗎 所以後面我就有時候 請他去幫我接洽 他有一次就去幫我 其實接洽一個 內地的一個綜藝節目這樣子 OK啊 接洽完 接洽完 接洽完了之後 他就叫我去了 但我覺得 可是這個條件不大OK 什麼什麼的 但他就跟我說 因為對方有跟他講 就是可能其他的 就是台灣的藝人去 就差不多是這樣的一個規格 這樣的一個待遇 什麼什麼的 那你這次去 他也是一樣 然後就說 你去你就可以打開這個市場 對 就是以後你知道 大家就看到你 然後給我講些有的沒的 話數我 你知道嗎 是我話數你 就是建議你吧 我給你自信 給你一個對不對 方向 然後呢 然後因為重點 對方也不讓 也不讓我帶人 你一個人去 我就自己飛過去 這樣很經濟人不行 沒有 因為我 我就說我就是他 但他們就不讓我帶 他連我哥都不給我帶 然後我就自己飛過去了 然後飛過去之後 那個綜藝節目就錄了錄了 結果後面要結束 當然同場有其他台灣藝人嘛 結果後面我們想說 那一起離開 一起結束了嘛對不對 結果那個他們就 工作人員就故意把我們分開 就分開 就讓別的那個台灣藝人先走 然後我呢 我們就分開走 他就把我拉到了一間 哇 就在那個 色色色色色色自聽的對面 的一個賓館 這隻叫爛 天啊 柱子叫爛 真的就是那種小賓館 我以為也是什麼 要幹嘛 你講快一點 然後我 不是他們不都叫賓館嗎 就真的叫賓館啊 所以我只是知道 你住得比較爛而已是不是 我跟你講 超級爛喔 是你在那邊睡覺 你其實看到 你以為發生什麼危險的事情 我以為誰要對你怎麼樣 沒有 但真的也很危險耶 我進那個房間那個 天花板就全都是鏡子的那種 就真的是那種 愛情路嘛 還有你給我敲敲門 晚上真的給你敲敲門 後面給你地名片 對不對 我跟你講後面隔天多尷尬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後面要一車 要回台灣嘛 他就先來接我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坐在那個車子 那個小小巴上面 然後接他就接接接 他那個車子就會 緩緩地往前走 哇 他給我開到一個 富力堂皇的一個 你知道超級大飯店喔 重點是 那個台灣藝人 他竟然 還帶了四個助力 天啊 然後其中兩個行殺的粉絲 所以就是也一起上車接了 另外一個台灣藝人的 知名度跟你差不多嗎 那時候肯定是比我好一點 因為他算是稍微在前輩 一點點的那種 他也沒有落差到那麼大 對 沒有落差到那麼大喔 媽呀 四個人就這樣子 四個人 然後加那個藝人 就給我環環上車 然後我就只好心 我就只好假裝 我是提早從這個飯店下來 不是吧 因為還有一個很尷尬 這個我沒有講 是同樣的 同樣的一個工作 然後那天我們不就 錄完影之後嗎 錄完影之後 因為我就自己去嘛 所以我就要去領前妹 那領錢 因為通常他們不就是可能 就是可能其他的藝人 他們可能就精簡 幫他帶領或什麼 你知道我是怎麼領的嗎 我想說我要怎麼領錢 我要怎麼領錢 那工作人員跟我講說 去哪裡排隊 我跟你講 可能像林妍一樣 在簽時間 對 因為它是一個很大 場面的一個綜藝節目嘛 他們內地不都很喜歡這樣嗎 所以下面會有很多觀眾 我跟觀眾一起 一起排隊 我 好可愛 楊皓到我了之後 搖搖啊 看一下 搖搖 然後他這樣子 就是發錢的那個人喔 他這樣子 看看我 看看這個 價錢 楊皓看看那個 旁邊那個領導說 他這個價 他不知道妳是藝人嗎 他知道 就是太少了 所以怎麼給那麼少是不是 就是浩泛的領導說 他這個價 結果那領導講說 跟他經紀人談好了 原來我是一個麻煩啊 但是 你那裡面睡了什麼爛冰棍 然後給他這個價 你把你那一件賣了 你還沒太少是不是 你不要再幫他彈公訴了好不好 那是第一次 那真的是第一次 好生氣喔 那算是第一次 真的最重要 你最早啦 你一直合作以後 有一個共識了 以後就知道該怎麼做 你不要吵 我要聽正常的 正常哥哥嗎 對 感覺你這是正常的哥哥 我 不欺負妹妹了吧 我會 會 還是會 妹妹先講好了 你哥哥是什麼樣的人 他 小時候很欺負我 可是長大很照顧我 他的欺負是真的會 扒你頭啊 或是陷害你那種嗎 不會 他會去鬥 然後把我鬥到哭 對 我再去告狀 鬧妹妹啦 鬧妹妹 就譬如說弄一下 弄一下你的頭髮啊 什麼內類是不是 我也忘記 我只記得他把我弄哭 然後我去找媽媽告狀 然後 到最後我們兩個一起被打 可是現在哥哥長大之後 你有覺得 哥哥怎麼那麼帥啊 以前就覺得了 你以前有在偷偷安戀哥哥嗎 沒有沒有 沒有安戀過他 但是就是很崇拜他 也太多了吧 太誇張了 太誇張了 很多人想說 我吃天然的食物 我吃菠菜 我吃紅蘿蔔 來補充葉黃素 沒錯 這個觀念都非常正確 問題是 你知道這一堆的紅蘿蔔 大概300根 它其實只能萃取出3毫克 今天小子22毫克 對 22毫克 是這邊的六倍 所以 哇塞啊 這麼多的紅蘿蔔 都不足以我們 精量小子當中的 22毫克的葉黃素 市面上很多 一份量做到什麼 5毫克 6毫克 對 它沒有錯 因為它是胃腹部一日的標準 對 但是我們的用眼習慣很差 對 我們一定要補充爆量嘛 對不對 所以為什麼需要22毫克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 一樣的錢 這個 精量小的CP值真的很高 因為它一顆 就可以比別人的兩顆 原價5280 對 那今天三合只要 各位有沒有哪一次對妳好 都妳真的覺得好感動 專科的時候 那時候我喜歡 繁廷龍石跟金城武 然後他就用這兩個 幫我合成了一個 像那種 MOMO雜誌 還是日本雜誌的那種 這麼用心 好用心喔 好用心喔 手作喔 電腦吧 電腦P圖合成 這妳很疼命耶 很強耶 好強喔 把妳合在雜誌上面 是生日禮物嗎 對 很棒耶 好棒的哥哥喔 手下腳寫多久年 好強喔 哥哥 又帥耶 這很強耶 有 哥哥沒有任何缺點是不是 他會凶 現在嗎 一千啦 一千 就凶 然後比較會管我 就是跟我說 妳儀態 女生儀態 就是要怎麼樣怎麼樣 儀態 就是挺凶啊 走路都比較像我爸 然後我就 我就訓練他在 家裡的跑步機 訓練 訓練 控制孔嘛 我說跑步機呢 速度快的話沒用跑的 那妳把速度放到最慢 妳就用走的 像像林志玲這樣 你訓練他這個幹嘛啊 我覺得女孩子 走路很重要 因為他 我們小時候很早 這是變態 對 就是控制你小極小 控制很玩 所以妳會說 妳不要那麼早交男朋友 男生都很壞什麼之類的 這個我沒有去管到他了 可是妳會不會不想交男朋友 因為哥哥太帥了 都比不上他 不會 會 我還是有教是不是 對 但是很晚才教啦 可是會覺得說 妳都沒有哥好 沒有哥帥 會喔 真的會比較對不對 會 然後會 不僅跟哥哥比 還會跟爸爸比 所以 天啊 所以妳爸也是很帥啊 帥 我覺得帥 我覺得爸還滿帥的 對 妳怎麼那麼幸運啊 可是那 他小時候有真的整到 妳真的崩潰的那一種過嗎 或是真的很壞 現在想起來 不是壞 就是調皮 因為我不會恨他 然後他就覺得我們在姑姑家 就玩一玩 然後睡著了 然後睡一睡起來 我怎麼覺得這邊油油的 嘴唇也油油的 然後照了個鏡子 他用口紅幫我畫一個大花臉 然後大嘴唇 就是很基礎的二作劇 對 可是一定要 這好好玩 所以你如果再真心地形容 你妹妹 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其實我覺得我妹她 她非常善良 那老實 然後也 她很大方啦 對家裡的成員非常大方 每次從美國回來都是 她自己一個小箱的東西而已 然後一大箱都是幫大家 買的一些 半熟魚 牛肉這樣子 是一個好妹妹耶 對 那如果你妹呢 我妹妹喔 很形容她 我覺得她是很貼心的妹妹 哪一種貼心 因為小時候感覺不出來 妹妹會貼心 妳長大之後才發現 妹妹默默地幫妳 因為我可能工作很常 沒有在家裡面 然後她可能會幫我 她會幫妳打掃工作室嗎 不會 她不會 但她會告訴我 她會抓妳的公仔嗎 妳說讓她運命 別的方向嗎 她不會 她不會那麼做 她不會那麼壞心喔 她不會 但是她比如說 她有路過工作室的話 她會告訴我說 我知道妳今天又 妳連續工作好幾天 然後她說 我跟媽有去 那個哪邊買那個滷味 我幫妳放在冰箱 妳回家記得吃 很貼心耶 這麼好 我妹是那種 天使妹妹 但是她會不會提醒妳說 哥 妳每次錄節目的時候 第一集妳臉都好腫喔 她會這麼說 真的嗎 她現在已經看到 她看得出來 我哪一場第一場看 可是妳妹是偏漂亮的嗎 因為看妳 我實在很難猜出來 她長什麼樣子 我妹就是氣質的 因為她 因為她學音樂 就是她平常就是 她是英文家教 真的 真的很優秀 所以她就是 就是老師 所以會不會大家看到 她會覺得 妳們倆不是兄妹 會 就是她太漂亮了是不是 也沒有就是 我都有點太屁 妳就是死不承認她漂亮是不是 她很有氣質 到底長怎樣 好煩 就是跟漂亮沾不上邊是不是 不會啊 她有她的美啊 她有她的美啊 她們講話的啊 都有 好帥喔 那她可以談戀愛了嗎 現在 她可以 她才小五三歲 她也是大人 所以她男朋友 你都知道 我不知道耶 為什麼 妳不會聊這麼私密的事嗎 這一塊好像不會聊到 她也不會問妳 妳有沒有女朋友 會從新聞上看到 然後會說 她會說 哥我早就知道了 她有沒有說 哥你不要在路邊喝酒 然後跟女生搂搂抱抱 她沒有講我也不會 再這麼做了 嚇到了 嚇到了 一次就好了 你不要 你不要再喝這個醉了 小心一個喔大家 大家都是 好 一個被稱為非常有氣質的 英文老師 就是學音樂的人 對 然後非常有氣質 但是就是 稱不上美的人 美 到底長什麼樣子 她比妳高還 夠差不多啊 那很高耶 因為女生如果是這個身高 對啊 你幾公分 一六 六八 確定 電燃一六五 有沒有一六八 有吧 有啦 女生一六八是很標準 很高啊 超完美的 我就一六八 我一六八 你一六八那就很完美啊 沒有但重點就是 女生要是一六八的話 首先就不可以太胖 太 我妹變很胖了吧 我妹不胖啊 對 好想看她喔 對啊 給大家看啊 妳這樣可愛成這樣 我還以為她要從後面出來 我也 我剛剛有嚇尿一下 我只是覺得說 我很想知道妳妹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有可能會看到她嗎 有沒有影片還是什麼的 照片 有 照片 為什麼有照片 妳看她的口吻 我真的以為她要從後面 這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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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老師 這根本是日據時代的 她們是小孩的 太久了 這太久了 這太久了 好可愛喔 這是從哪裡來的照片喔 我都不知道 很可愛 還有我小時候的照片 小時候長得很像耶 一樣一樣 長得很像很可愛 好可愛 妳小時候好可愛 我們要看長大的啦 好可愛喔 這太巧了 你們去哪找來的 好可愛喔 妳妹叫什麼名字啊 柏亞 柏柏 柏柏 我們要看長大的柏柏 柏柏 有嗎 有 叫我來現場 不要嚇我啦 長大的柏柏 妳有在現場嗎 有 歡迎柏柏 歡迎柏柏 好可愛喔 我居然會不會被這個面 好可怕喔 假期 妹妹出來有什麼好嚇的啊 因為就是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啊 妳會怎樣 我也不會這樣 又不是妳前女友 也是啦 我昨天有腳步的聲音 B2啦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為什麼我又來 真的 真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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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又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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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我一跳 真的耶 好可怕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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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可怕喔 我最棒 你好 這太使命必打了吧 所以妳今天 怎麼會願意來 因為經紀元跟我媽說 然後想要嚇她一下 妳要想嚇她嗎 嚇她爆啊 妳有覺得她今天臉超腫 有 第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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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哥哥剛剛說 妳是一個很有氣質的女生 然後我們就問她說 那漂漂亮 然後她就說 就是很有氣質 這件事妳會不會有點不爽 是不會啦 我也這麼覺得啦 妳也這麼覺得 對啊 那妳形容妳的哥哥 是什麼樣的哥哥 小少爺 大事啊 那是啊 家裡的小少爺嗎 對 所以妳們家只有 妳們兩個人 對 他回家就是排場很大 沒有耶 要撲好多 妳先不要吵 妳先不要吵 妹妹快跟我們講 她這樣排場有多大 就是可能平常我們都吃家常菜 這樣子 然後她回來就會有什麼 蝦子啊 螃蟹 然後坐下來就是 我會去幫她泡咖啡 天啊 為什麼 妳要這樣 妳是不是要這樣子 那人家都很疼她 所以妳是說媽媽媽 媽媽只給妳吃家常菜 可是吃到那個 柳柏前要回來了 趕快螃蟹 蝦子買一買 對 然後不給妳吃螃蟹 她回來才有 像成這樣 但是妳要泡咖啡 才可以吃螃蟹 然後放螃蟹還要幫她按摩 按摩 哪一種按摩 去問我看 按哪裡啊 大家很習慣喔 妳坐著妳坐著 不要在那邊演喔 妳不要在那邊演喔 她螃蟹已經吃完 現在坐著是不是 現在在休息 然後我最近說要喝咖啡嗎 好 再吃 然後後我也就會 再去切個水果給她 對 對 可是媽媽切的 那是我媽切 然後妳一想 然後她就會按按摩 妳需要進行她同意嗎 妳就直接去放上去按 她自己就會說 我這邊有點痠 好囂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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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她通常是坐在 可能她床上 她就說 這裡有點痠 然後她就瞧一瞧 她就立馬趴好了 對 然後她就說 精油 精油在旁邊 還要精油 還要油推 妳為什麼不行 有的 她會脫下衣嗎 然後她說 如果要參精油的話 對 然後就瞭解 好噁喔妳 妳這樣夠 好變態 然後妹妹 媽媽不會還跪下 幫她按摩 沒有啦 亂講 沒有啦 我會叫我媽來看 就說媽妳看 然後就是這樣 對 可是媽媽就會說 好好的妹妹 她說妹妹好棒喔 跟著都不疼她 對 她想聽這句話 對 她那天還就是 我幫她做了好多事情 我就說你看我 妳怎麼好 然後還幫妳 泡咖啡 遮妳的內衣褲 還要弱 寫衣服按摩 對 然後她就說 我想的就是 妹妹的宿命 她講回去 對 妹妹的宿命 這是一個玩笑話 媽媽講 這是一個玩笑話 這不是 這是真的玩笑話 她也沒有在妳生日的時候 送過妳什麼 令妳覺得 天啊 她還是一個好哥哥的禮物 有啊 這個下面就是她的 可憐的 來 請走的CD 哥哥哥在那個節目上的樣子嗎 不錯啊 我覺得 妳覺得她螢幕上跟螢幕下 落差大不大 大 她自己下不太會講 不太會講話 是嚴肅的嗎 是 就是一直在工作 一直在回去 認真 是認真心 那她女朋友都躲在哪 很久沒有 床底下的 對 有一陣子沒有 真的很好笑 她上一個女朋友妳喜歡嗎 真的 這個可以說的嗎 當然可以啊 看著姐姐說 我們是好姐妹 姐姐 她也是我弟弟啊 所以她 所以她上一個女朋友怎麼樣 就是 還好 不熟啦 不熟 妳覺得是個性不喜歡嗎 妳喜歡她個性 對啦 是不太喜歡 OK 抱著姐姐她個性怎麼了 妳知道嗎 我 怎麼辦 那個腳本 沒有 乖好乖 不要怕 人生就是這麼自然 所以她個性是怎麼樣 妳自己吃喝是不是 就個性比較強一點 但每一個都很漂亮 都是漂亮 然後姨兒個性好的 有 對 可是卻被她甩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 沒有啦 所以哥哥劈腿的是妳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劈腿 不是 沒有 阿翔跟我喝啊 妳是我們節目的鐵粉 妳還不懂嗎 我真的嚇到了 妳是不是很少跟哥哥 可以好好的聊天 不會啊 他會回家吃飯的時候 我們都會聊 就是變按摩的時候 真的喔 妳有沒有什麼心裡話 想要跟他講的 講的 可以趁這個機會 因為我記得他小時候 在念滑綱的時候 我就有問他說 你學表演 你最想要做什麼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我應該想 最想當主持人 這樣子 所以現在看到他 可以跟SJ一起主持節目 就覺得 其實在家裡看電視 看到他滿 滿至他高興 好棒喔 好開心喔 你也要講一些 妹妹的好 那個啊 心裡話 有 我小時候 我真的從有意識以後 我就會 希望他一直過得很好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出國的時候 他突然在國外發高燒 你知道附近 就是要去藥局才可以 因為不可能在國外 那個叫什麼 看醫生 看醫生 很貴 然後你又不是那邊的人 所以我那時候 我就很緊張跟我家人說 我一定要出去幫我妹買 因為她額頭好燙 衝出去買那個發燒藥 可是我的英文可能 不是那麼完整 然後我就回去 我就拿到藥 我妹又說你怎麼講的 我說 我就跟那個店員說 我妹妹死了 死了 那他給你什麼藥 我想很好奇 他吃了就好了 代表你夠強啊 他給你什麼麻煩嗎 我不知道 他吃了就好了 反正我就覺得長大的時候 我就很希望他一直是 很健康 然後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後是一個好老師 為什麼你會成為一位 英文老師 而他英文卻這樣啊 其實他小時候英文很好 結果後來怎麼很高 應該是念表演 學校是不是沒有英文 好像不 沒有 所以你英文是真的 非常流利是不是 就是還可以 好啦 謝謝 柳柏 柏 妳跟我們妹都在叫本名 柳柏 所以這樣聽下來 我覺得 有哥哥好像是好事耶 其實是好事 其實 你們現在三個會不會 超想要 可是 怎麼覺得我的哥哥 跟我的哥哥都不一樣 你是表哥啊 我是表哥 因為我是小時候 我到六歲之前 都是給我外婆帶的 然後我上面有五個表哥 然後他們是輪流欺負我 因為我那時候是 五個表哥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妹妹 在我表妹還沒有出 因為我表妹 往我大概晚差不多一歲 但他那時候不是 就是他不是給阿嬤帶 他是偶爾會來 然後我就是那個最小的 譬如說小時候 可能我就會被哥哥 關廁所 然後他們關在廁所 他們就忘記了 然後我就自己一個人在廁所 對 關到我阿嬤回家 然後才把我放出來 然後或者是 像我小時候被哥哥騙押睡前 就是比如說我們那時候 家裡面有個門壞掉 然後那個門壞掉之後 他會有個洞 然後我就輪流五個表哥 他們可能有分贓號 他們就是跟我講說 每個人 就說 比如說大表哥就說 你去投那個洞 我跟你講我發現了那個秘密 就是那個錢呢 你只要丟進那個洞裡面 然後你明天去哪 然後可能大表哥就叫我投十塊 然後二表哥就叫我投二十 三表哥就說三十四十五十 然後就投...投完之後 然後我隔天睡醒很開心 然後去然後就發現沒有錢 我哥就說 那應該是 魔法失效了 魔法失效 對 然後就被騙 然後像我以前小時候 很常被哥哥害去被阿嬤打 比如說像我那時候讀的 讀的那個幼稚園 是在我阿嬤家對面 然後小時候 小朋友的煩惱都很無聊 我就跟我哥講了一個煩惱 我就說 因為我個子比較小 所以我在那個下課時間的時候 就是跟人家排隊 都排輸人家 所以我都溜不到溜話題 我就問我哥說 有什麼辦法可以溜到溜話題 我就跟我說 我哥就說很簡單啊 你上課上到一半 你就突然站起來去溜 溜完之後你就 溜完之後 你就直接過馬路回家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說真的可以嗎 他說可以啊 我都這樣啊 然後因為我哥哥也是讀那個幼稚園 我就信以為成 我就真的這樣做了 然後就被阿嬤直接爆打 然後我就說是哥哥跟我講 然後我哥他們都說 沒有啊 我們沒有這樣子啊 你怎麼會這樣啊 好壞喔 很壞 好壞 所以我完全一點都不會羨慕哥哥 可是他們長大之後 跟妳感情變好嗎 也沒有吧 因為我跟妳講 親哥哥跟表哥還是有 所以我就是 從小就是被哥哥這樣子虐待 然後因為哥哥也不是說 長得很帥 就是也更生氣 還更生氣 還更生氣 對啊 然後是後來到 長大之後我才發現說 就是像別人的哥哥是真的 好像我有一個朋友的哥哥 我就超級羨慕 他哥哥就是那種 有血緣關係的工具人 就是可能一般女生 如果說妳把 約會的對象 或是什麼男生當工具人 可能還會被講啊 或是可能男朋友會說 不願意啊或是什麼 可是哥哥就是可以 無怨無悔 像我朋友搬家 然後沒錢 然後想要生日禮物 想要出國什麼的 他哥都是一手包辦 但是因為他哥大他八歲 然後就是 然後也帥嗎 就是還OK 沒有到就是頂級帥那一種 但是我覺得比我表哥帥 至少他的行為就是比較帥 然後他像他哥就是 他想看妳表哥喔 是省事啊 算了 五位表哥 那妳怎麼了 五位表哥 五位表哥 我沒有五個表哥 只有一個長得比較好看 其他都還好 不要講那麼清楚 對 所以現在你跟表哥 就是維持沒有很 常聯絡的關係 只有一個表哥比較常聯絡 因為他後來就是 結婚了之後 他有了家庭之後 他就比較 有人性 比較對比較有人性 然後就會覺得說 妹妹很好 像以前他就是 只會欺負我們什麼 然後他現在就是 過年過節就是會 帶他兩個女兒回來 然後就是陪我們一起吃飯 就是什麼的 然後 所以另外四個表哥 還是沒人性 就是另外有兩個是 就是完全沒有聯絡 然後有一個我是覺得 就是都很不熟 就是都非常的不熟的那一種 就是在路上看到 就是有時候還會 錯過過 對 很熟耶 好生疏喔 很生疏的那一種 對 然後 所以我羨慕 真正羨慕是到我出了社會之後 我才發現說天啊 原來 人家真正有哥哥是什麼樣子 對 但是我小時候 是完全沒有經歷過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反而有弟弟還比較好 不過如果現場有三位哥哥 張宇你最想要有哪一個哥哥 我小朋友 兩個都還不錯喔 我覺得都不錯耶 怎麼像兩個那 剛剛有說現場有社會哥哥 你幹嘛把Darren放那麼外面 沒有 我幫你頂到了 因為我覺得當派的妹妹 她很照顧她 可是不想幫她按摩 真的好累喔 也不想幫她泡咖啡 泡咖啡可以這樣按摩 因為她這個都好像是來享福的 對 因為妹妹只是小少爺 對 然後她回饋妹妹 只是因為平常妹妹的付出 對這樣子 只是不好意思 物質的回饋這樣 那我覺得 我覺得阿門很好了 阿門很好了 我還想阿門 你的阿門談判自己想很差耶 真的 那個時候還傻 那時候不知道 他在幫你接到厲害的工作嗎 後來後來我就不期望他 他就不期望我 後來就叫你哥哥不要幫你接 我就自己來了 所以沒有人想要那個 我會想要選Darren耶 Darren 就感覺是比較強勢一點的哥哥 可是就一定會很照妹妹 一定會很照妹妹 對啊 可是會尊重你們爸爸 對啊 可是因為我以前發生過一件事情 讓我覺得我就真的很想要哥哥 就是我只有姐姐嘛 比我大的只有姐姐 然後有一次我是在高中的時候 我在咖啡廳念書 然後那時候是 就是一張一張桌子這樣 然後我 然後前面那張桌子 有一個人坐在對著我的方向 然後我在念書的時候 我沒有往前看 但是我一抬頭看 那個人他一手拿著報紙 然後另外一手就在下面一直動 然後我那時候就突然覺得 好恐怖喔 然後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很害怕 我就開始傳訊息給我姐 我就說我遇到這個事情 我現在怎麼辦 然後我姐就說 那妳就走出去好了 就是她也沒辦法 但那就在我家附近 我就覺得誰可以來幫我 那時候我就真的超級想要有哥哥 就覺得哥哥一定會來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Darren如果妳妹 遇到同樣的情況妳會怎麼樣 她如果跟妳求救說 哥我現在有一個變態在那個 就在家旁邊 在咖啡廳 應該會衝過去吧 妳會爆打她 爆打 妳會揍她嗎 但妳們的弟妹有沒有做過什麼 妳們覺得說 其實沒有哥哥姐姐 其實也還滿暖的 我弟弟就是屬於那種很老實 比較老實的直男 他是那種去金門 然後可能伴手禮會買那個 三十元金門風濕也吊飾 給女朋友的那種人 對 然後但是自從我懷孕之後 我覺得我弟就是有變得 我不知道雖然他 就是可能男生就是覺得 姐姐懷孕了之後 他就會特別想要照顧妳 而且我弟送禮物都知道 男生可能送禮物覺得很不好意思 就是家族聚餐就是吃完飯之後 他就說 欸姐姐 對 她說 姐這給妳這樣 不好意思 對 不好意思 而且還要等我爸媽都出去 她說姐這給妳 我說這是什麼 他說沒有 因為我上一次看妳就是 好像那個頭髮就是很大姐 然後就是感覺好像妳懷孕之後 好像太累了 然後就是都沒有照顧自己 然後我有看我女朋友用這個 好像還不錯 這麼貼心 對 然後我就嚇到 長大了耶 對 他說我看我女朋友用這個 好像還不錯 妳用用看 然後我就打開 我一看是髮油 但是因為我平常沒有在擦 髮油的習慣 我都是擦髮乳 但因為弟弟送了 就像男朋友送了 即便妳不喜歡 你也一樣要說 謝謝 這樣 對 然後我就抱著 擦擦看的心情 我就一擦就 對 是好用的 而且我今天有帶 對 我帶給妳看 所以是弟弟發現的小髮寶 對 拜託介紹給我們 對 我今天有帶 我今天有帶 就是這個 髮油小精品 我跟你講它這一瓶 因為我後來我不是說 我一擦之後驚為天人 然後我就發現說 哇 天啊 它這一瓶是抵四瓶 因為它一瓶呢 是可以保養 隔離 然後呢可以造型 還可以鎖色 所以它一擦上去 所以它一擦上去 對 因為像我之前 我跟你們講 我之前頭髮是真的很嚴重 因為我那時候是 還沒有懷孕之前 我就是很熱 有一陣子很熱於燙燃那種 就是造特殊色 對 然後我去了一趟北歐 可能天氣太乾 然後再加上我沒有護髮 因為那邊其實就是 可能沒有那麼 沒有那個造型品 那麼多可以用 結果我回來 就頭髮就大斷髮 我早上起來跟獅子一樣 這是什麼 剛睡醒 你臉是什麼意境 沒有 因為我剛睡醒 我老公幫我拍的 但我覺得 你就是想要拍漂亮吧 綠樹造吧 對啊 沒有如果加濾鏡了 但主要是那個頭髮 我覺得那頭髮還硬 加什麼濾鏡 沒有 因為這個是 我只是要呈現 我幹 我只是要呈現 我的頭髮很亂 我覺得可以當專輯封面 這樣 我覺得這樣太美了 可是你們 沒有 S姐 你自己看我那時候 上面的頭髮 跟下面的頭髮的 長度有差多 斷很多 斷很多 所以它早上起來就會像 獅子王一樣 所以我後來 因為它就是層次不一 所以會這樣棒嘛 因為我有點自然捲 所以我後來呢 就去接髮 但是接髮之後呢 因為它畢竟你每個接點 它其實都會扯你的頭皮 那因為頭皮跟頭髮是 有連接的 所以你如果頭皮不健康 你頭髮也不會健康到哪裡去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後來 懷孕的關係 然後懷孕因為荷爾蒙的影響 所以你的頭髮 可能也會比較乾燥 比較毛躁 我也是洗完頭 然後就是頭髮喔 這裡直接 打結 就整個大打結 然後我老公 幫我就是解了大概 二十分鐘的結 哇 對 結果 自從有了這個髮油小精品之後 一插 馬上立即揉順 揉順 對 我現在插給你們看 真的插很多 就再也不會打結了 完全不會打結 我是擠大概 一點五下 然後就這樣子喔 一點五下 對 一下半啦 一下半啦 但是一下也可以 看自己的狀態 擠兩下也行吧 可是可能有人會覺得說 太油 它其實不會油 但是可能會太順 看頭髮長度啦 對 看頭髮長度 好 插這邊喔 我們看 超快的 是不是 完全不卡 瞬間 瞬 瞬掉了耶 你有發現它厚度減半了嗎 這兩邊也差太多了吧 差太多 你摸摸看 你摸摸兩邊你就知道 這光澤感都不一樣 是不是 所以也不會油 完全不會油 我剛剛不是擠一下半嗎 然後把它全部抹上去之後 你會發現其實我的手 也不會油 就是手也不會油 因為它裡面的那個成分 它是六種 脂脆的複合油 然後它分子很小 所以很快就可以吸收了 所以 再也不用在那邊截 那個什麼打截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因為其實我覺得 它還有一個功能 你聞聞看有多香 有啊 我剛剛就聞到 是不是 很香 很香 而且它的 因為一般的那種髮油 其實就是你當下擦的時候 你會覺得 欸 蠻香的 可是可能出去晃個一圈 就沒了 就沒了 我跟你講它大概可以吃香 差不多一天 一天 一天 像我這個是比較偏花香調 就比較女神 它另外還有一個比較木質調的 就是比較中性 比較偏男神 這樣就是男神也可以擦 所以我跟我老公 現在就是我們洗完頭 就是施髮的時候 我們就會擦 吹乾的時候 你可以再擠 一滴 然後再順一下 那你如果你要做造型 可能隔天起床 你要做造型 有一點點毛毛的造型之前 你再擠一下 然後再擦 然後你夾起來 那捲度比較漂亮 漂亮之外呢 它還可以隔離那個熱 抗熱 對 抗熱 而且你會發現 你擦了這個髮油之後 你染的頭髮的顏色 比較不容易掉色 這麼厲害 對 因為我有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自己後來的小朋友就是 因為我們女生不是 像我們現在是直髮 但是如果說你有夾卷 然後你會發現說 因為台灣天氣很潮濕 有時候那個 很快就直了 很快就直了 然後可是因為你夾卷的東西 如果你不擦造型品 或者是你噴很多定型液 其實它到後面都會變得很毛 可是我跟你講 你擦這個小精品喔 因為它裡面有 維生素A跟E 所以它可以幫助我們的 捲度更持久 就你擦上去之後 不帶你的頭髮柔順 你那個捲度就是 你擦上去那個捲是會 會亮然後會很漂亮 就很像那個 頭髮故事書那樣 是真的 公主的 公主的那種捲法 因為我們可能平常 那種捲法就是你擦上去 雖然有捲 那只是毛毛的捲 那你一擦上去 它那個捲就是很美的 很像廣告裡面那種捲法 聽到3這個數字 有些人會感到特別的反感 不管是你當過小3 還是你遇過小3 都讓人非常的憤怒 或者是你玩那個 西班牙的時候 3是不是也是BG的意思 BG BG BG就是最小嘛 BG不OK 都是玩大老二 你看到3 哇 梅花山最小的 好爛喔 所以3沒有任何地方 是就是叱咋風雲的嗎 沒有 三人成福 對 三角形 OK好 但我們今天請來幾位 幾位來賓呢 他們對於3這個數字 格外的敏感 不知道是 其實女生應該都會吧 都敏感 都敏感啦 男生應該也會敏感 當然啊 因為如果女生B 問你這方面的事 你應該也會覺得很痛苦 又或者是那個交往之後發現 哇 原來她還有另外一方 小王 男生也會擔心小3的事 當然啊 這跟性別無關了 你這樣遇到 哇 現在怎麼收拾這個場面 很尷尬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聊 你 是不是曾經當過小3 好想啊 小3 不一樣 因為有些人真的不知道 你已經是小3了 對 現在是真的被騙了 所以現場有當過小3的舉手 不小心 我是差一點的 但是後面有兩位 真的當過 是故意要當的還是不小心的 不小心 就是交往之後才發現 因為男生都用騙的 超沒水準的 故意也不會上來了 真的 所以就是 游小姐是第一次送我們節目 對 游小姐 要不要跟大家自我介紹 妳是 妳好 我是那個兩性的YouTuber 這樣子 她的主題都很特別 因為像我很喜歡 妳也在追蹤她 我在追蹤她 因為她都會去訪問一些 譬如說男公關 女公關 或是專門被包養的女生 或是專門包養女生的男生 就會問她們說 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因為她都是用電話訪問 所以那些人不會露臉 她們就會很老實 全部細節都講出來 妳先跟我們繞一個 妳聽過最荒誕的事啦 最荒誕 不敢 不一定要挑戰 可是我覺得 對妳來講應該都還好 為什麼 為什麼 對 妳不要問妳 妳要轉問過的一個是她 我問她 沒有 妳不是說好匿名 我才用電話講的嗎 不是 妳說好匿名 妳是我們學長 我跟妳說她以前 她學校就是風雲人物 她學校就是風雲人物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最多有幾個她 我跟妳講 直接講 她以前在華光陰間有多荒誕 真的 我不是荒誕的 我不是 她一下台的時候會有女生 差不多就說 柳丁學長 柳丁學長可以給她 柳丁 真的 我跟妳講 柳丁 沒有講出來 她說她像柳丁 妳一講說她像柳丁 我的天 不要剝 妳是想逃走 真的 好丟臉喔 等一下 真的太照了 我也拍過 所以她是因為才藝被學妹喜歡 還是什麼 還是因為是柳丁 應該是原始吧 對吧 原始 不要為她善起來 不說話好不好 這樣不行 對啊 我主持完妳也有衝過來跟我拍過嗎 有耶 我真的有去跟她拍照 我就是那個拿著手機說柳丁學長 可以跟你合照一張 對 她人很好 所以她的學校是真的負責主持一些 什麼特別的活動 對 一些大型活動 就是華岡不是都會有那個什麼 聖誕晚會 所以就是風雲人物 對 她真的 所以她的學校就大家就說 只要一直說 柳丁 學長 柳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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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強 柳丁 而且柳丁很適合配這個舞 柳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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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丁很老派 柳丁很老派 歡迎 然後你要挑這舞 讓我歡迎 最新的搭檔 柳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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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老啦 很老啦 很適合你耶 很適合 完全很活力 這是柳丁 柳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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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常常都這樣 對 然後我就一直以為 我是正宫 就自以為正宫 對 妳覺得他們已經真的是分手了 真的 我一直以為他們分手了 然後發現了點超白癡 就是超智障 男生可能要學下來 反正那時候聖誕節 他就忽然間說他要買聖誕蛋糕 就去台中一間名店 然後他就買一個蛋糕給我 然後說他另一個買給他媽媽 就買兩個一模一樣的蛋糕 那很漂亮的蛋糕 然後我就開開心心的回家 回家之後吃了第一口 我想說 你是不是直覺 不對 哪有媽媽吃那麼甜的 妳只吃一口蛋糕 妳就發覺了 我就直覺就是 太靈敏了 太靈敏了吧 我一定不是媽媽的 我也太靈敏了 我不知道耶 然後呢 然後我就 我都不動聲色 因為我很聰明 不要這樣講低 聰明 反正就是我就想說 就不要給他任何線索 然後等到見到他的時候 我就直接說 你把手機拿出來 我直接就 因為我是正面對決 反正我 但是我沒有要搶他什麼 然後你就跟他第一反應 就是他敢不敢直接說 他就這樣停住 然後就這樣看我 就那個反應就是 就是了 然後我就第二句就直接說 為什麼要騙我 就直接 就是他就是 然後他就說 好不然就道歉啊 就假裝都知道 然後到了歉之後 妳還繼續跟他在一起嗎 沒有...我就分手 幫我分手之後 我又原諒他 然後讓他重新追我 所以我想說讓他追... 他重新追 有變得招式比較不一樣嗎 就更努力 都半糖 減糖 減糖 微糖 好 差不多 男生跟女生 差不多吧 女生 你到底知道 為什麼要整個問我啊 怎麼這麼多事啊 我到底怎麼了 所以... 我們只是同學校 妳既然提到 我就再問一下 請問以前柳丁這位人 有就是被學校的風圍說 這招太讚了嗎 好像沒有到太讚 但是... 但是大家覺得 他沒很多 請問一下在大學 看到他的外型 你們會覺得說 想要跟他在後面 就是... 不可能 除非他有一些特別的功能 莉函 妳當然不可能 你早就畢業了 對 那我... 我們會定義啦 莉准 我們今天是在講說 審美觀念 對啊 妳那些女生 一定是妳花錢買來 因為妳家很有錢 妳亂講 她家很有錢 還能亂講 聽說了啦 我自己賺錢的 是嗎 所以跟著妳後面的女生 是怎麼了 沒有人跟我啊 劉博從真的看他 妳要亂講什麼 丁冠文 劉博從 劉博從 柳丁真的 因為我跟他不同學校 可是我同學的合照 我就看過他 因為那些女生 是我們學校很正的女生 對 不會吧 對 然後結果都是跟他的合照 所以我大學就看過他了 所以他合照是因為喜歡柳丁喔 他們兩個幾乎都是一起在拍照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耶 妳跟別校的談戀愛 我跟別校的啊 妳自己就很認真 最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妳 妳一定是誰 真的 真的 渣男的標準的反應 爛柳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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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她在講誰啊 爛柳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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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喔 所以菲米妳是 真的是不小心 因為剛剛她是不是有說 就是說跟男生說 手機拿來我檢查 對 這一招真的不能用 因為她有戒心啊 她就知道說 你對她的手機已經有 有 防備性 可是妳前面都不要講話 妳前面都不要講話 所以妳就是不講話 妳已經感覺有問題的時候 哪天等到她已經在滑手機的時候 這一把 一把 單獨的時候做這件事情 我會約她在公共場合 比如說公園 可是這樣旁邊 我那個時候就是在茶階 就在茶階直接跟她吃飯 對 在那邊喝茶 然後她在滑手機的時候 因為我已經感覺不太對勁了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看到 到一番 妳不對勁的點是什麼 因為像她是吃了蛋糕 發現那個甜度不對 對 妳呢 那個男生的不對勁就是 她常常看著手機的訊息 然後笑 對 對 你們都聽過是不是 而且她的笑就會讓妳覺得說 妳好像聊天聊得很開心 太羞的笑 對 然後她手機一定會就是 例如說妳坐在旁邊 她一定會這樣輕著 而且她那一陣子會灌到 平一邊 平一邊 她會想辦法坐妳對面 她不會坐妳旁邊 對 對 妳就會覺得有點不太對勁 因為剛才另外一定要坐在一起 同一台 要牽手什麼的 可是那一陣子她就是很喜歡 就是坐在對面 然後她就盡量不要讓我坐在旁邊 然後妳現場 我就直接搶走啊 搶走之後 第一件事情你知道要怎樣嗎 怎樣 她因為她不敢面對 她覺得手機到手上 然後她就嚇到 她真的嚇到 她直接往外跑 然後我就 我就拿手機 然後我想說 既然這樣子的話 我就乾脆打個 看一下 然後我就找到幾個女生 我之前就懷疑的名字 我就一個一個打電話過去問 妳好可怕喔 而且我是一個打過去我就說 喂 我是某某某的女朋友 請問妳也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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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就正面對決 我要問清楚她還發生什麼事 然後那個女生就會說 呃 呃 她就會開始 呲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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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呲 然後我就說 我覺得妳應該也是跟她 有什麼關係吧 我們要不要來談 談清楚 可是小三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小三通常都會說 我累了 我不喜歡 小三很喜歡裝無辜 裝可憐 然後她跑出去後來怎麼回來 最後是她用她妹妹的手機打電話 給我跟我要回手機 所以妳這個是抓到手的 對 有人也是在通訊軟體上面抓到 我跟妳說我也有 邱惟文也有 有 我是 因為妳知道現在的那個 Apple那個系統 它是連結的 譬如說妳現實 妳馬上拍了照 妳就會傳到電腦 那時候我抓到的那個男朋友 是交往四年多的 然後反正就是也是見過父母啊 什麼的 然後我想說應該是要結婚嘛 結果沒想到 後來她就是不斷的一直 嫌棄我的外表 說我太胖啊 叫我去整容啊 叫我去消股去電腦 妳這麼漂亮 對 妳哪需要啊 她覺得我皮像怎麼上進 她覺得女藝人就是要很完美 她自己很完美嗎 對 她長怎樣 妳不要這樣 妳就給她一槍嘛 為什麼 沒有 因為她的臉 柳惟也是有什麼很普通 也不是要去整形 對啦 有特色啦 對 因為其實那個男朋友 臉是有一點人工的樣子 喔 已經整過啦 對 是妳上次說的那一位了嗎 對 就是那一位 對 她的臉就是這樣 所以她會要求我也要很 很就是 很完美 妳這樣很完美這樣 可是後面就是交往到第三四年吧 然後我就覺得奇怪 她怎麼會這麼冷淡 就是很冷漠這樣 都不回訊息啊什麼的 然後剛好那時候就是 我們有點半同學的狀態 我住她家 然後我就想說我從來 我這四年多 我就沒有碰過她的手機 跟電腦都沒有看過 那一次就是這樣打開 妳看 然後就看到那個電腦裡面啊 各種的那種 對話跟截圖 然後她那個女生的照片 都是很刺激的嗎 對 妳講一句會讓我們嚇到的 她說 沒想到妳那時候會摸出的手 摸了我的 點點點摸手 我的天啊 點點點是什麼 手的手 你那是什麼 對啊 手是怎樣 這三個字耶 點點點耶 魔力摸 摸了我的 對不對 三個字抽不出來 摸了那三個點啊 就是那點點 沒有 她點點是說 她不想講出來 因為可能太露骨了 沒有 因為還有照片 那時候我開的時候 還是即時通訊的 因為我在她家嘛 太刺激了 跟那女兒在 就是 歡樂 直接就 她們在房間的照片 就直接穿過了 那妳看的心情是什麼啊 她剛剛有標準那個地址 對 因為她會有詳細說 地址在哪裡 妳會想要殺過去找她們嗎 沒有 我就默默地一直看 然後我心臟真的跳超快 然後手在發抖 我懂了 天啊 然後 有沒有一直落淚 我沒有落淚 我當下超鎮定的 因為我之前就覺得她很冷漠 然後我就覺得有點怪 差不多了 就是女生的直覺 就是覺得有點怪 所以才會去看她電腦嘛 然後後來我就是邊 把她的那些截脫啊照片 都錄影下來 哇 就當作證據啊 然後咧... 後來就直接跟她對決啊 我就說 她就開始很心虛 對 然後 但是我沒有把我錄下來這些東西 就給她看 給她看 我就一直保留到我的電腦裡面 現在還在 現在還在 媽 那妳也很可怕耶 這個要刪掉了吧 對啊 如果有一天 像保留這種東西的人 你是想說 有一天妳要報復她是不是 因為她在節目上 講過那魔術師 搞不好魔術師會出來說 妳不然講話 對啊 妳可以這樣去保護自己 對啊 我就是保護自己啊 雖然我沒有公佈 但是我就覺得 那我當作一個保護自己 對啊 因為有的人會否認說 我沒有啊 什麼什麼的 但確實就是有啊 妳要檢查一下喔 搞不好她已經把它變不見了 沒有 我還... 有可能只要黑 所以羅伊塔妳是怎麼回事 我那個時候就是工作的時候 那種認識了一個 那個廠商那邊的人 然後那個廠商就是 沒有 沒有騙我錢 沒有騙我錢 妳長得就很好 騙錢的樣子啊 沒有錢給她騙啊 有的話可能會被騙 對 然後反正 就是廠商代表 就長得帥帥的 然後就是反而 外表是我的菜 然後那時候在工作的時候 聊天她也就是 就是聊得比較多 她就有說她現在單身啊 然後跟什麼很多年交往的 女朋友分手什麼的 就單身 所以她後來就是 開始聯絡我的時候 我就覺得也蠻正常的 然後呢 可是因為這男生就很怪 她呢就是 我就是通常認識以後 都會想要要IG 要臉書 對 她就跟我說 我都沒有在用這些社群軟體 然後她就沒有 她給我的理由 我那時候聽了覺得很合理 可是她是現代人嗎 她現代人啊 但我現在已經知道這不合理 應該也五年前左右的事情 對 用哪一招 她那時候跟我講說 第一個她說 上班族的生活真的很無聊 沒有東西可以破 第二個她說 她之前有同事曾經在 臉書抱怨老闆 結果被 那個多事的同事 轉發給老闆看到 然後就被老闆 對她說她從此以後就很怕 她就覺得說 哇 臉書跟IG 如果隨便發一個什麼東西的話 有可能被有心的人傳出去 我覺得IG真的好危險喔 就是聽起來就滿合理的 您早上發那個線洞到底是 因為我今天來上班的時候 然後就是我的工作人員 後來樓下接我 他們說 那個老闆你今天那個線洞是 我說什麼線洞 然後後來 然後我進化妝間的時候 又有另外一個員工說 老闆你今天發那個現實動態 是什麼意思 我說什麼現實動態 然後我就說 到底是什麼現實動態 然後他們就說你自己看 然後就是一個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灰灰灰的 那個毛衣嗎還是貼金 我不知道 可能就不小心按到了 然後他們就說 你是不是不小心按到 我說 可是我根本不知道怎麼發現實動 結果就發了 妳早上有沒有發IG 我早上有大便的時候 有看一下 有看Instagram 可是我不知道怎麼發IG 不是 怎麼發成現實動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搞的 那那個很像 往右滑 所以這就很危險啦 我不知道 不小心發出的東西 大家就會覺得你怎麼的 然後因為好多人就跟我留言 然後就是發那張照片 然後下面寫問號 只有我一個Soulmate 給我一個很棒的答案 他就是傳來那張 同一張照片 然後下面說 好看 讚 真的嗎 我想說Oh my God 好幽默喔 好可愛喔 長得很可愛 長得很可愛嗎 長得很可愛嗎 誰 Ken 阿Ken 他很好可愛啊 對啊 因為柳丁可愛吧 他不可愛 Ken哥耶 如果柳丁跟阿Ken 你們要誰 阿Ken 對啊 我問一個問題 請問有說要幹嘛嗎 你怎麼可以就做選擇 沒有就吃飯啊 吃飯啊 帶他 帶Ken哥出去比較有面子 而且他可以聊得很多喔 對 好啊 妳現在去吃啊 等一下我要 抓路了 抓路了 我不是還沒有講完 好 他就跟我說 他就是都沒有用那些社群 然後因為他給我的理由 我覺得很合理 就是我就覺得好吧 確實是還有發生過這樣的案件 案例那不用也很合理 因為我就沒有懷疑 但是人就是真的不能做壞事 其實就有一天 我有一個朋友伴生日 然後我就去了嘛 那去了以後就會閒聊啊 受情的我說 你最近有沒有對象 我說有啊 我最近有一個很不錯的對象喔 然後應該快要在一起了這樣子 那當然大家都會起哄要看照片 那我就拿出了他的照片給他看 這時候呢 因為是生日會嘛 所以除了朋友之外 還有他有一些 我不認識的朋友 然後就有另外一個人看到 湊過來看以後就說 欸 我認識他耶 他是我 他是我朋友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喔 世界好小喔 哇 可以聊一些他的事情 結果他就立刻說 可是他不是要結婚了嗎 我就大傻眼喔 這劇情 對 然後我就 他就開他的IG跟臉書給我看 難怪他不給我 他根本有 他根本有 然後他不給他 他告訴我他沒有 是因為他的那個臉書 不是有那個 可以那個感情狀況嗎 他就是一定婚 對 有未婚妻 除此之外 IG跟臉書照片 都是他跟他未婚妻的 難怪他不給我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 因為他就是一個很乖的上班族 他真的是每天 早上九點上班 六點下班一定跟我聯絡 就是那種感覺很穩定很乖 然後隨時你要跟他見面 他都可以的 對 他都一定會回 回得也很乖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說 很多人都說演藝圈很亂 上班族才亂 上班族才亂 亂 有機會而已 還有機會而已 好像就有可能 我還有 其實還有第二次 沒有另外一個 我還有另外一個 而且這個男生超俗爛 因為那時候我當下發現之後 我就立刻訊息他說 我遇到你朋友喔 那我還傳跟那個人的自拍說 然後他跟我說 你已經要結婚了 我也看到你的臉書跟IG了 那我就想說 應該他會回我一些東西吧 結果沒有 我就從此以後被他封鎖 再也沒有看過這個影片 臉書也封鎖 IG也封鎖 電話也被封鎖什麼 電話也全部都被封鎖 這是他的處理方式 直接消失 對 直接消失 那你找到他會昏迷 他因為怕你找到他會昏迷 超可怕 可是我沒有 我沒有要跟他繼續交往啊 可是我覺得他除了這個方法 也沒有 其他方法可以 對啦 就是你講什麼好像也 道歉啊 對 我其實也是想要他道歉 可是後來想說算了 因為反正我們也還沒有 你們還沒在一起啦 對 我們還沒有在一起 那時候才 那個認識大概兩三個禮拜而已 有 驚險喔 對 所以一樣是 當過小生還是 就是有一個男朋友 然後最可怕的小生呢就是 就是同事 對 對 這種就是 他會跟你說什麼 你都會覺得 他是因為工作 對 他就會說我是為了工作 然後你要是鬧 他就會覺得你無理取消 所以我在工作 對 所以上班族那種旁邊 有那種同事 真的是很容易當小生 因為那一次就是 他們也是真的是很大辣辣 因為就是剛開始跟我在一起 男朋友就剛好下班 他就說 那我今天帶一個 跟我很好的女同事 我們一起去吃飯這樣子 這麼好 對 然後但是他就說 這是我很好的女同事 因為我想說 因為上班大家有男有女 應該也很正常吧 然後一桌下來吃飯的時候 他們就點炒飯 女生就點炒飯 然後 對 上面就有很多蔥 然後那時候我男朋友就 你怎麼知道這麼細啊 真的 點炒飯跟很多蔥 真的 我跟你說 因為印象深刻 因為我男朋友 幫他把裡面的蔥 一個一個挑出來 這有問題 這一定有問題 對 然後在我面前他說 我知道你不喜歡吃蔥 所以我把蔥全部挑出來 反正就 對 那時候我就覺得 哇 公司同事怎麼會這麼好 然後 那有女生是什麼反應 就是很理所當然 就謝謝你這樣 那時候我是也沒有想太多 我就覺得應該就是 上班同事 同事之間的愛而已 但後來就是 他們還要出國去出差 對 而且我那時候 我那個男朋友 他就說 我要出差去喔 然後我就說 你要跟誰去 他說因為公司就我們 我跟上次介紹 有介紹給你那個女同事 所以他那時候是不是 在鋪路了已經 我那時候真的還不知道 但後來我才知道 就是他們在做一些 有的沒有的 但因為他那時候 就跟我說 我們一定要出差 因為是公司的事嘛 就你真的也是 也是不能說你不要啊 就他們兩個單獨嗎 對 他就說 因為這個經費有限 所以只能兩個出去 然後你還相信 你都已經看過 挑衝的畫面 那時候就覺得 公司的應該是不會怎樣 而且他有說 他們會分房稅 然後結果 經費都不夠了還分房啊 可是我那時候 有打電話過去 他就是視訊的時候 旁邊就是也都沒有女生 什麼之類的 他就先掛了 他在浴室裡面呢 他在浴室裡面洗澡 被廁所嗎 你反應真的很慢耶 我反應是真的很慢 那時候 OK 這樣子就可以 然後結果回來的時候 我就是在幫我男朋友 收拾行李嘛 然後行李就翻一翻 現在有一條女生的內 就是我以為 我就以為 他是不是想說 買給你 之類的 對 然後我就去問他 然後他 但是他沒有說什麼 買給我之類 他講了一個 我也覺得就是 那時候我怎麼會想 他就說因為那個女同事的房間 剛好熱水沒有了 那會乾的褲子 真的 那會乾的褲子 這妳是 對啊 沒有 熱水沒有 所以他要來到我的房間洗澡 什麼 這個怎麼可能 對 然後他就是忘記了這一個東西 然後他可能收拾你的時候 也沒有注意 就是一堆衣服全都丟進去這樣 我覺得是那個同事故意放在那裡 我也覺得有可能 因為是故意 他想要跟你那個旋轉的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 我就想說 是喔 然後重點是 妳還相信了 對 我還相信 然後那時候我男朋友 都還跟我說 那妳平常會收拾內褲 妳順便把這一件洗一洗 妳還收拾 還收拾內褲 我還收拾了 把這件內褲洗一洗 妳幫小三洗內褲 天啊 我把他洗香香之後 然後給他就是說 那妳可以還回去妳的 就是女同事了 然後後來就是 過了大概就是也是一年時間 我就發現我的男朋友 因為平常手機 已經印過了一年喔 對 過了一年 然後他手機裡面 就是有時候都會出現一個 牛肉麵的電話 就什麼美美牛肉麵 那個是我們家附近 真的有這一間店 然後那個電話就很常 在手機會響 但是我就說 那妳怎麼 怎麼愛吃牛肉麵 對啊 為什麼 老闆娘為什麼那麼常打給妳啊 對 妳怎麼要念 老闆娘不會打給妳啊 對 她就說 因為最近我很常去下面吃 那我跟老闆娘混得很熟這樣子 那還是很怪啊 然後來老闆娘打電話 後來我才發現 因為就是 就是真的經過很久 然後我就覺得 這個 那不會還去質問那個老闆娘嗎 沒有 我就沒有去問 妳她 妳她贖了的程度 她絕對會講說 是沒事 對啊 老闆娘妳穿定制褲嗎 我那時候什麼都沒有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那男朋友就給我一個 我覺得很合理的理由 又合理 對 反正她就是說 她就很常去 所以老闆娘一直想要找她聊天這樣子 然後有一天呢 我就 趁我男朋友睡覺的時候 我就真的是想說 那我接一下好 不然我 反正我也認識老闆娘嘛 然後我就一接 然後 她就說我要找誰誰誰 我就說 她在睡覺喔 然後那個 那個 對對面那 就是話筒那邊的女生 她說 妳是誰 因為我就想說 應該老闆娘 老闆娘哪會管這個 對 而且聽起來 就不是老闆娘的聲音 聽起來就是 那個 年輕女生的聲音 應該就是她之前 介紹給我的那個女同事 超充女 對 然後後來這件事之後 我跟妳說 等一下 她問妳妳是誰 妳說什麼 她 我就說 我是她女朋友這樣子 然後她就一直說 我要找她 我要找她 我說她在睡覺喔 然後我說 妳還這樣子 我真的受不了了啦 妳在說什麼啦 妳什麼時候 才可以爭氣一點 但不知道性感到什麼程度 到後來之後 反正 她可能晚一點 有再打電話給我男朋友 然後可能講到 就是可能 我有接到電話了 然後我男朋友就嚇到 因為她覺得我平常 是不會做這樣的人 然後結果有一天 晚上我真的覺得很可怕 就是因為這件事情 我才就是跟她分開的 就是晚上的時候 我就覺得 她就給我喝了一個飲料 然後我就 下藥 然後我就喝一喝 然後我就覺得 那天真的是 好想睡覺喔那一個 然後我就 妳還沒下藥 這故事太離奇了 我跟妳說真的 我直接睡到隔天中午 就是給妳下藥 妳知道我後來才發現 她在我飲料裡面放安眠藥 好變態喔 我是說真的 是真的 妳要幹嘛 因為她不想要 對 她知道我會拿她手機之後 她就害怕了 她就裡面放了那個安眠藥 因為她吃到我很會 就是我吃那個我很會睡覺 她該不會是每天都放吧 沒有就只有那一次 因為我後來就是隔天 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平常就是不會睡這麼沉 然後我就是中間 其實我醒來一下 但是我瞬間又睡著了 我平常是不會這樣的 然後我就想到她之前有說 她因為什麼精神的問題 去看了那個精神使用 她安眠藥 我想說她裡面應該有放這個東西 可是 所以她在妳睡覺的時候 她跑去做了什麼 妳也不知道 還是就在妳旁邊 妳不知道 我只有就是睜眼的那一刻 我看到她在廁所裡面 在那邊用手機而已 這好奇怪喔 就是她也沒有要幹嘛 然後就把妳 對 她可能是就是不想 讓妳睡著 不想要讓我可以 不想被打擾了啦 沒有 我覺得她應該是怕我 就是會比她早起來 會去要動她的手機 可是她也是下了妳一天 她不是長期下 對 但是因為後來我知道了 之後我就覺得 妳有問她說 妳是不是給我下藥 我沒有講這句話 因為我覺得 她應該是有做這件事 因為我真的平常不會 妳這個人很除賴喔 我真的平常不會做 就是會問她這件事 因為我就是很冷靜的人 就是要過去就過去 然後後來 我就是 她現在下安眠藥 會不會改天又下什麼毒啊 應該不會啦 她應該不會這樣子做 妳應該不至於會殺 而且那個故事聽起來 那個女生好像也不知道 對啊 對 那個女生好像 對啊 那個女生 他們見過面還一起吃飯 怎麼會不知道她的手機 因為她就知道的話 她就會說妳是她女朋友 她就會說我也是她女朋友 就叫她起來 對啊 她怎麼還會問說妳是誰 那女生知道她 我不知道 因為可能那時候 我的男朋友說 所以她愚蠢的程度 你們覺得1到10 大概到幾分 11了吧 超越10了吧 超越10了吧 超越了 因為整個故事這麼冷藏 很不合理 妳都沒有要去反應 也沒有去處理 沒有啊 就是很冷靜的類型 就最後到底怎麼 不會是她把妳甩了吧 沒有 最後是因為 我真的覺得太奇怪了 然後我就是有去問 就是他們出國那一件事情 然後我就問到一個同事 就是跟我稍微比較好的 然後我就說她那幾天 是真的公司去出差嗎 然後她就說 出差 沒有啊 他們沒有出 他們就只是請假而已 然後我就想說 那應該就是 他們真的有出去 然後妳有去問嗎 我沒有去問 沒有說 我不敢去問 因為我就覺得應該 再問就是會浪費力氣 跟就是精神 所以妳就自己默默分手 對 我就跟她說 那我們就分開這樣子 然後我還跟她說 如果妳想要跟那個女生在一起 那妳們就在一起這樣 妳跟小三感覺很無緣耶 我覺得聽這麼多 最離奇的是 我有一對朋友 她真的是 我聽到 我那時候聽到 我整個嚇到一整天 因為她們兩個 我這樣分好了 女生A跟女生B 她們是閨蜜十幾年的朋友 對 從學生時起 就是 然後就真的超好 就是革命情感的那種 然後兩個人還一起 同時找了另外兩個男生交往 一起到出社會 到同一個地方工作 就是同樣興趣到同一個地方工作 到一起結婚 就是她們兩對情侶還一起辦 想要一起變成一個家庭 然後一起出去玩這樣 對…就是雙倍約會 然後一直都是這樣 所以她們是閨蜜到連婚禮 都是一起舉辦的 很美好啊 聽起來 對 超美好的 結果 就是殊不知最後 什麼… 就是她們四個人 A跟B 等於是換妻子 對 然後 而且是一年多後才發現 因為太好了 她們的舉止有點像 妳剛剛的故事挑蟲 就是 可能 B的老公 幫A的老婆 挑蟲 挑蟲啊 或是她生病的時候 她第一個出現 說因為我剛好 同一個班 就是她們班 是那種類型的班 然後就同一個班 然後就說 我就去接她 帶她去看醫生 然後照顧她 然後因為她們 買的家 也是 就是在同一個社區 同一個社區 對 因為就是可以去 要不然是鄰居吧 就是 社區但不是鄰居 對 然後就不同洞而已 所以她說 我就先 她可以很正當的跟 B男生 可以很正當的跟 B老婆說 我送A老婆回家 就是可以很正當 因為大家都太好了 可是妳剛剛說 她們是等於是 兩邊交換 對 沒有兩邊 就是只有B跟A在一起 但A 就是其他的 其他兩個人不知道 不知道 他們就覺得這些都很正常 很虧 乾淨 就是 很虧 就是整個 誰虧 就是如果都是互換 我覺得交換 我覺得OK 這當成一個 這當成一個 這一個也滿 對啊 好新的想法 但我覺得很 很好 很傷耶 因為是妳身邊 最好的朋友 可是最後有發現嗎 最後發現 而且發現的原因是 我想一下怎麼講 B女生 到A女生家 然後去 反正就是聚餐 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就是運動完 就在她家洗澡 洗澡的時候 發現她的置物欄裡面 有她老公的衣服 然後她就說 為什麼老公衣服 在妳的置物欄裡面 代表是脫掉洗的嗎 妳就算送人家回家 妳也不會去人家家洗澡 對 可是她們家停水 然後需要到她們家 就洗澡 然後她們 那兩個人 手洗了 妳把臉定去過 就接受了耶 對啊 不過這個T恤很大 T恤還好吧 她就整個套衣服 可是她自己要知道啊 那女生回她什麼 她就說 前幾天我也忘了耶 她就是有點含糊 就我也忘了 她好像有來借個廁所吧 然後如果我借個廁所 她就把衣服 就在裡面 她就是把這個事情 拿去跟我們這群朋友講 是長生嗎 長毛 她就是 她就開始懷疑 但她覺得她不應該 懷疑她老公 所以她就來跟我們這群朋友說 我看到我老公衣服在她家耶 我應該懷疑我最好的閨蜜嗎 然後我們說 怎麼可能去她家全身衣服 整套在置物欄裡 對啊 連包換衣褲也在嗎 而且住在一起 明明就是回自己家 對 就這麼近 為什麼要去別人家洗 然後她就又鼓起勇氣 再傳連訊給她老公說 給她朋友 閨蜜 對 閨蜜 她朋友說 我可能記錯了吧 可能某天我們一起出去玩 我借了她的衣服吧 就是又不一樣的說法 所以她就開始懷疑了 她就開始在看她們的互動 跟簡訊 到後來她去到她們的同一個工作環境 去問問看別人 其實大家都說她們都看在眼裡 她們有點太近 不敢講 對 然後 但不敢說 因為你們真的太好 都這樣回她 最後她們就真的找一天對峙 對峙的時候 四個人喔 四個人 她們就說 我聽很多人講這件事情 然後我也看到那個簡訊 然後什麼衣服 還有這件事情 然後要不要說 然後其實她沒有說出來 但是都默認了 就默認了這件事情 所以友誼破裂 友誼破裂 但女生決定不合 就女生決定原諒老公 對 所以她們現在婚姻還在 婚姻在 但是工作場合已經完全不行 因為其實那個小三的女生 就是她閨蜜 其實還在工作場合 去講她的不好 就說我會這樣當小三 其實是因為她是一個 很糟糕的老婆 這樣 很糟 是好朋友 是好朋友耶 真的是十幾年 從小一起長大的 對 一起長大 一起選學校 一起畢業 一起出社會 一起面試工作 就經歷了各種大 活動 我就覺得聽到 這整個商人 好狂喔 所以要是你們 會原諒老公嗎 不會啊 不會 你們應該被劈腿 被劈腿馬上就是那種 不再聯絡的吧 沒有耶 蛤 我 妳沒有 我之前就有曾經 有一任男朋友一直劈腿 但我還是不不 一直劈 一直劈 就是被我抓到的應該有 就已經有快十四分 蛤 十四分 你聽你說單身喔 我那時候就很愛她 我那時候就很愛她 但我都知道她劈腿 對啊 我都知道她劈腿 什麼劈喔 但是我那時候就很愛她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抓到一次你就質問她 然後就原諒她 對 後來就原諒她 然後直到後來就是 就是因為我跟你講 男生就是很可惡的一點就是 妳通常每次抓到啊 然後他們接下來就會把問題 放到別的地方 譬如說我抓到了 我看妳手機抓到妳劈腿了 妳為什麼看我手機 我現在是沒有隱私嗎 然後她就跟妳講 很羞 很羞 對 都會老羞到這樣 然後那一次就是會分手 就是因為 就是我就直接跟她說 我看妳電腦 我發現妳偷吃了 妳為什麼看我電腦 我沒有隱私嗎 我要跟妳分手 然後她就因為想就 是她提出來的 是她提出來 就我被她甩啊 然後我那時候就很傷心啊 我那時候 可是我後來想想 我很傷心還有一點是 因為我抓到了那個小三 然後說如果今天抓到小三 比如說像小艾啊 或像現場之間很漂亮就算 就是你會更生氣 你會更生氣 你會更生氣 會想說Oh my God 我輸給一個歪口起床的女生 這有多歪口起床 就真的歪口起床啊 就是那種 很露到不行的那種 露就算了 妳會覺得是一種羞辱 偏醜 偏醜這樣子 偏醜 就是真的 反正就是很羞辱 就是醜妹 對 沒有帶情緒 她是論外表真的不好 論外表真的 因為現在沒有 已經沒有讓了情緒分頭 就回想以後還是一個醜妹 對 妳真的很生氣 妳是不是覺得 見仁見智 一個大問題好想說 為什麼她要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 所以那時候我覺得 那時候會一直拚命 求複合出 我覺得有一方面 可能是因為覺得不甘心 然後反正那時候 我為了求複合 我就是所有 那時候我不喜歡她做的事情 我都做了 譬如說 因為當時那個男生 她很愛喝酒 她就是很 然後我就很討厭她喝酒 因為她是那種喝了酒 就是一定要喝醉那種 她沒有帶小酌 她每天都是乾那種 純的威士忌 然後到最後 就會在那邊發酒供 對 然後 所以我 可能我那時候為了要追悔她 我每天買酒給她 買去她 買去她家送給她 那就也不可以耶 然後對 很貴啊 對啊 然後而且除了之外 我還會準備下酒菜 妳太好了 而且那一段那一段 她跟我分手之後 就是我明明也知道 她跟女生還有聯絡 然後中間我還知道 有聽到說還有其他女生 可是我都會裝作不知道 就是之前都是 一發現就立刻跑去找她吵架 但我那時候都是會忍住 不跟她吵架 然後繼續每天下班 那我今天又有買酒給妳喔 所以除了酒還有什麼 除了酒之外還有就是 她很喜歡去酒店啊 然後我以前都會很生氣 就說不准去 換妳的八訂包廂嗎 沒有 八訂 就在那時候是她跟我走 我今天要去酒店喔 她竟然上班 沒有 我可能沒辦法去上班 因為她去酒店 然後還有什麼 對啊 但沒有 大概就是這兩個 然後除此之外就是還有那種 因為我通常之前在她朋友面前 我都不太會講什麼好話 但那陣子如果遇到她的朋友 我都會 她覺得很有意思 面子裡是不是 對 但我以前是不會 我以前都是會那種 講不出好話的那種 可是那妳還是沒有把她 沒有 後來有追回來 後來就是半年 我跟了半年之後 還是因為她肝硬化 沒有 雖然有人照顧 雖然有人照顧 雖然沒有肝硬化 雖然沒有肝硬化 但是後來真的有追回來 只是我後來就覺得說 這種會劈腿的男生 真的不要追回來 因為我們最後分手 也是因為她又劈腿 講到如何追那個前男友復合 我覺得由同為超厲害的 妳聽過她分享 因為她之前分享過超多 然後因為之前我有朋友 她就是也是 跟男朋友分手之後很難過 然後想要追回來 然後我就看到她的影片 她如果看到她的影片 我就傳給我朋友看 然後就說妳就照著做 她真的有追回來 真的喔 她有很多方法 一開始那個兩性爆紅 是因為挽回 然後就主要是我覺得 大家的那個挽回思路 都不太對 就是大家都用挽回 但其實妳要讓她回來 妳要用吸引的 反正那時候就有一個 就是女網紅 然後她的IP是情侶的 就這個事情對我來講滿衝擊 就是妳點進她的IP 她都是跟她的男朋友很好的 對 然後她就跟我訊息 我說她男朋友出軌了 然後出軌一個很有錢的女生 然後在國外 他們是一起住的 然後問我怎麼辦 然後我就跟那個女生講說 好 那現在這樣妳想挽回 對不對 那請妳去把家裡面 屬於那個男生的東西 全部打包 等她回來的時候 就其實我們知道她是在分手 對 就是女生知道 其實雖然說我 雖然說我現在包裝這個東西 但是我倒其實我才是被分的人 我很被遺棄啦 可是男生是不是男生 但是妳先甩掉她 對 男生的心態是不是覺得 我等著禮拜天回來 處理贏這個人 我一樣是處理贏 可是我回來的時候我嚇到 原來我已經被人掉了 妳可以直接走了 妳可以直接走了 對 可是 妳走了的態度很重要 妳不能是打包 妳滾 妳要打包好 就說那我們就到這 妳要是一個很好的女生 妳要太好的 不能生氣 所以妳不能生氣 妳要說至少我們很開心什麼 然後妳要讓她很 覺得妳很假裝夠好的 對 因為 她跟小三也會有問題 她以後還是有問題 所以妳創造好的回憶 好的人 她到時候就會感念妳的好 妳要讓她有愧疚感 換其他的愧疚感 然後被遺棄感 她就會回來 很多女生的摺偶條件 如果裡面有一條 男生她會打籃球 她們就直接心花怒放 直接加分 還長得又高又帥 然後籃球很厲害 那 發瘋掉嗎 應該沒有追不到的女生 妳有在學生時期去追過那種 會打籃球的男生 在球場旁邊這樣等她 然後遞小毛巾嗎 我從以前都會殺去基隆 看錢維娟比賽 還會參加她的生日會 然後錢維娟只要跟我講話 我就會臉紅到不行 真的啊 對 然後後來我又開始迷那個 是不是玉龍的後衛叫陳世念 陳世念 然後我都會到現場去看她比賽 然後因為陳 她跟陳世念都是朋友嘛 對 然後在休息的時候 她就說你快去快去 然後我就那個 拿了一顆蘋果給她 拿蘋果喔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是高中生 就你知道行徑都很莫名其妙 對 然後就很害羞啊 然後她就說 嬌羞 回想起來還嬌羞 我那時候幾次 羞到跟什麼一樣啊 那你們長大之後 妳變成現在的妳之後 沒有在聯絡上過嗎 因為我就結婚啦 我也不好意思再去騷擾她 會不會她蘋果還流 但是那段回憶 就讓我覺得 好充滿就是青春跟熱血的感覺 對 然後看她在場上 就是你知道後衛都速度超快 你就覺得哇 揮汗的感覺 對到爆 所以今天呢 我們其實有邀請到幾位 這個也是現在還在大學裡面 打球的帥哥來到現場 新聞都有國報 但今天來的都是 大概前三名的 真的假的 我一個是第一名的 我一去四年第一名 那她長相是第一嗎 因為我就是只是掃一下電視 然後想說哇 那是這麼受歡迎 可是我沒有細看她的臉 對 她可以細看一下 但今天來到現場 有四位也想細看一下 歡迎梓梓 以菲 喜菜還有咪哈 嗨 所以妳的四位都是熱愛籃球的人 對 所以喜菜是 也是啦啦隊嗎 對 今年是啦啦隊 她以前還打籃球耶 對 以前是打籃球的 厲害嗎 還好 我們有球必硬喔 你是打到什麼位子的 小前鋒 對 就是要得分型的 對 因為我運球不好 所以就投籃 真假的 那妳運一下 好 那我上來了 這樣 就是這樣 這麼無聊 這什麼姿勢是什麼 投籃 投三分球 所以妳完全不會 那個什麼花式運球 就是一點點 然後就投 那就運球 然後投一顆 然後開始啦啦隊 重點 重點表演就好 來喔 運球 來喔 投 投完 投出去嗎 投 然後 好 開始啦啦隊 五 四 三 二 喜菜為我們加油 喜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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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我笑是沒辦法來了 你也知道啊 嚇死了 而且你差點幫我不要 所以你已經打到什麼 不是 我剛剛好 對不起 妳還記得一段嗎 妳們的舞蹈 妳想一下 我真的 我... 對不起 我沒有... 我現在知道我要準備 出次來才有的禮遇喔 真的耶 因為像子智來過那麼多遍 我們都不想看他跳 不然這樣啦 子智學姐先再一點三 來幾個八啦 他教我一個簡單的啦 我可以學嗎 幾個八他跟著下一段 應援的嗎 不要太難的喔 那就應援的動作喔 好 反正要是球員力量OK 好 五 六 七 走 好安靜喔 好 我的DJ呢 妳們要把他DJ走來 妳說不是要打一些 加油 加油什麼什麼的嗎 其實他還是會有 對 我們是防守比較多 對 就跟棒球比較不一樣 所以就是防守 我們通常都是就是 對大概就是這樣子而已 只有這句台詞喔 還有我每一隊會有 就像我們是夢想她是Dreamers 但是其實也是很簡單 都只是雙手帶動的人 Dreamers Defend Dreamers Defend嗎 類似這樣子而已 那妳會喊什麼 就是這樣子 然後台北戰勝這樣 好啦 歡迎你們 歡迎喔 謝謝 我們今天有請到幾位大學 這次UBA很厲害的球員 沒錯 一位一位就來登場了 我們要歡迎到的第一位是 李允潔 來耶 球員喔 球員 很高喔 來來 允潔妳好 妳好 所以妳現在是20歲了嗎 我24 24 打籃球打多久 打了 差不多10年吧 差不多10年 從 14歲 從 國中嗎 對 國一 國一那時候就 是因為你有受到什麼啟發嗎 沒有 就是純粹 國一那時候身高就 185嘛 然後 國一185 對 那時候 小六到國一的時候 那個暑假抽高 你可以透露一下 你是打一個學校的嗎 我是政治大學的 政治大學 對啊 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不就是這次的 今年冠出 UNB UBA UBA 不就是冠軍嗎 對 而且你們是不是已經四連冠了 四連罐 四連罐 等一下 你該不會是裡面的隊長吧 沒有 我不是隊長 但是是最老的球員 就是唯一 為什麼 就是唯一一個 獨碩式的球員 所以你雖然年紀比較大 但是你的帥度 應該不輸他們吧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曾經遇過什麼 就是你的 瘋狂的粉絲 做過什麼行為 嗯 瘋狂的粉絲 沒有 但是有一個 滿有趣的故事啦 就是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是一個 假日 然後我就想說去 學校 福利社買個東西 結果遇到了 兩個粉絲吧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因為 我 沒有像其他隊友 那麼 很多的粉絲 所以我想說 很難得 對 很難得 想說 我的春天要來了嗎 然後結果 你的春天 對 那兩個粉絲也滿漂亮的 是不是 沒有 就是 女學生啦 就是女學生啦 對 然後 他們就走過來 拿了禮物跟我說 欸 那個不好意思 可以請你幫我拿給那個 誰誰誰嗎 然後 我就說 專家 又不是你了 對 新社群地 好可憐喔 可是現在的你 應該粉絲多到爆炸吧 還 還可以啦 還可以啦 有沒有人給你什麼 暱稱 之前有被稱為那個 然後是因為 不是 不是 等一下 好可憐喔 在我面前請 加油 哥 等一下 你這話一出 你命運拿下來 你不要讓我們 沒有讓我解釋一下 讓我解釋一下 OK 所以你很會唱王佳爾的歌是不是 不是 那時候就想說 不平喔 沒有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 換個髮型嘛 然後就 覺得王佳爾髮型很帥 然後想要去 換個髮型 結果 就是之前有一次在那個 一起上學吧 那個節目 然後他們就想要訪問 校園的風雨人物 然後學弟們就剛好 就講到 提到我 然後他們就有點開玩笑說 欸 那個有個政大王佳爾也是很帥 這樣 是學弟隨口說的 有點半開玩笑的 但你心裡有沒有覺得說 其實我真的滿像的 沒有 沒有 完全沒有 就是 你覺得你像誰 哪一個明星 之前國中的時候 有的時候我像哈孝遠 蛤 蛤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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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們就歡迎你入主 好不好 歡迎允潔 哈孝遠 我們像哈孝遠 像哈孝遠 像哈孝遠 是說他身高像吧 我們現在到底要期待 他是哈孝遠還是王佳 哈孝遠好了 我們現在先進去面對 期待哈孝遠 我們先期待哈孝遠 我們先期待哈孝遠 萬一差很多 我們就可以有 對 他就是 政大哈孝遠 我們可以面前 3 2 1 請拿 好哈 什麼好哈 喜菜 我覺得他很細的啊 你不是愛用單眼皮 然後高高帥帥 你好 你好 這個 之前比較肉的時候 真的比較像哈孝遠 你曾經胖過是不是 對 滿胖的 多胖 最重快到九十公斤 就是 可是你一八五耶 看起來很肉啊 就看起來很肉啊 然後有點 臉就滿圓的這樣子 來 花式運球可以吧 花式嗎 還是你們不搞這一套 就是 穩 穩健為主啊 不太花式 你可以弄得一個就是一個 帥的運球 然後最後再一個帥的頭球 但不要殺壞我們的攝影機 盡量 好 這是 這是前鋒 對 前鋒 前鋒是對裡面最重要的嗎 其實每個位置都滿重要的 但是前鋒就是一定要負責拿分嗎 得分的責任會比較重一點 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 所以前鋒的速度會比後衛慢對不對 看個人 就是看每個球員 因為每個球員 你是速度快的嗎 我是速度慢的 慢的喔 比較慢一點點 我們來看一下多慢 這樣多慢嗎 比較正常 對 可能對啊 運 運一下 好 掉球 運一下後射 你需要對手嗎 假設他鬥牛 鬥牛 是他的鬥牛 你不是也得過籃球比賽的冠軍嗎 以前那個 因為我大學的時候那個UBA 我也有去看 你是台南那個什麼 你有台南 你是台南哪一區的那個啊 台南怎麼這麼多比賽 我都不知道 國中的什麼那個 對 國中那時候 全台南 對 對 第十八名 全台南 全台南 全台南也很大耶 總共 對啊 很大了 很強了 對 第十八名 你們那個隊伍叫什麼 好直白喔 很直白 台南最強的柳丁球員 是你 小柳丁 他是你前輩耶 前輩 過他 你要擋喔 GO 柳丁 這麼遠就直接 就直接投籃了 不要 那我就會蓋你火鍋啊 你蓋你火鍋啊 你蓋你火鍋啊 夠了 夠了 你都沒有認真當手 笑來讓 笑來讓學弟啊 來 來一個認真的 認真當手啊 來一個認真的 像我平常練球那樣 柳丁 學長 柳丁 學長加油 壓迫 這邊 學長要不要長高一點 學長要不要長高一點 我覺得我是放 學長 不是啦 我怕撞到 趕快離開 我現在 我現在 先提醒你 你現在墨丁又往下掉了 你也 我上次太遠跟他講 他在發脾氣 對啊 你可以讓他頭把亂掉 不會 所以剛剛那個 有感覺到他的帥度嗎 誰的 帥手 誰的 誰的 你結了 柳丁跟他 摔在墨丁 摔在墨丁 對嗎 你 你看是什麼 好 歡迎允潔 允潔 歡迎你 謝謝 可是允潔你 如果 之後還有想要繼續打籃球嗎 有會 想要投入選秀 然後去參加直籃 你有沒有心裡很想要加入哪一隊 其實沒有 因為就是 雖然吧 想繼續打籃球 很熱血 希望你的夢想可以成真 沒錯 接下來我們歡迎到的下一位 是陳立生 這邊是朋友的 你好 哈囉立生 你好 請問你幾歲 二十一 二十一歲 大幾 大三 大三 所以你是什麼學校的 我是國立體育大學的 這一次比賽你們是第幾名 我們 第八名 對 第八名 第八名 第八名有東西可以拿嗎 沒有 沒有 但 因為我們 球隊是 全本土的 球隊 然後其他球隊都可能有一些 老外在 所以 所以這一次的地方 政大有老外嗎 政大有很多老外 你們政大怎麼可以靠老外 外籍生 對 可是他也是在政大讀書的 對 他們就很高大啊 對不對 你是這個意思嗎 對 所以你們是不是有點不甘心 政大的這個政策 就是那個他們的 陣容 滿不甘心的 有在背後講他們快話 滿不甘心的 我覺得 所以我剛剛猜你是打後衛是猜對了嗎 對 你速度是不是非常快 非常快 你自己這樣講 對啊 你們會運球運到觀眾不知道 有球在那嗎 那在掉球呢好不好 對 所以後衛最帥的是不是就是 停在那邊 然後看前方的那個 就是大家的位置 然後你想說你要傳球給誰 對 就是可能在場上指揮的那個樣子 然後 球會撐在我手上很久 但是我們要聽一下 你有沒有什麼 就是被粉絲追求的這個 刺激過 就是有粉絲可能剛好生日吧 然後 他會就是可能會透過一些朋友 然後 跟我聯絡 然後希望我可能在他生日的時候 可以當成人去跟他說個生日快樂 你要到現場 沒有就是在校園的時候 對 然後 就是有對線 然後我去的時候就是有跟他說生日快樂 然後 他就當場就開心到有點哭了這樣子 那你有給他一個擁抱還是什麼的嗎 沒有沒有 還是不能有接觸 那最後該不會變成你女朋友了吧 沒有沒有沒有 當然沒有 所以你現在有女友嗎 我現在有女友 也是粉絲變女友嗎 不是他不是粉絲 是我主公是追求他的 對 怎麼太漂亮還是怎麼樣 很漂亮 那你有靠籃球這招來追他嗎 就是你來看我比賽啊 有 就是有靠籃球先引到他的目光 所以本來有一點追不到 後來他來看你比賽之後 就漸漸愛上你嗎 在一起之後才來靠比賽的 你在一起才看的 更愛啦 那你有沒有被封為什麼 什麼稱號 對稱號 微笑射手 你 你很變態 所以你只要一射的時候 就一定要微笑是不是 不是 你射出去大家都會微笑 什麼 不好意思 我們沒有別的意思 沒有沒有 就是什麼時候微笑 進球之後 就是可能會 所以那個微笑是很迷人的是不是 對 等一下可以示範嗎 可以可以可以 好 那我就真的要來看一下 微笑射手的真面目 歡迎陳立生 2 1 請拿 可愛可愛 可愛 陽光 好柔軟喔 感覺笑起來真的是 會很迷人 對 你好 你好 六 你剛剛有沒有什麼頭銜 沒想到的啊 比如說你有沒有 你是從小打嗎 對 我從幼稚園就在打完球 幼稚園 是自己喜歡嗎 自己喜歡 然後家裡的關係 家裡怎麼了 就是哥哥那邊也 因為他比我大 所以我從小就跟著他一起 在球場上混這樣 所以哥哥也是有名的球員嗎 也算是 當然他現在沒有打的 對啊 為什麼 就是轉換跑道 那你也是希望將來可以 就是持續打籃球嗎 對 就是希望可以到自然去 你夢想的隊是哪一隊 夢想的隊喔 我覺得都可以啦 就是被選到就好 對啊 當然是希望可以往 更高的隊長去 你說NBA嗎 那個太遠了 你要有夢想啊 小時候的夢想 長大之後又會實際一點 那如果你真的被選到某一隊 然後到了現場之後 你可以 你敢大方地看啦啦隊表演嗎 還是說一定要想到在熱身 然後偷瞄 偷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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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還沒有 你心中有沒有覺得台北 台灣最正啦啦隊 夢想家吧 夢想家的誰 誰 夢想家的誰 就是在場的那個 子弟 對 他是假的啦 對 所以你有在追蹤他喔 有 多少有追蹤 因為他們夢想家的啦啦隊很紅 你女友知道嗎 我沒有 知道 可是你女友也是啦啦隊的 他不是啦啦隊 他不是啦啦隊 對 所以他本人在現場耶 他有 你要不要在他面前來一個很帥的後衛的運球 看他速度多快 還要表演他的那個絕招啊 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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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後衛一定要先速度做耶 速度 然後射了之後 你再笑 然後 射完再笑 射球 射球 然後你要 他如果進了你要幫他應援 好 你要怎麼 先想好他的名字喔 立生 你要叫他微笑射手還是立生 立生 你自己的意思 我可以混合 好 OK 好 你只會一點串 速度感 讓我看到速度感 來喔 Let's go 立生 先 第一球要在投 運球 對 你要變在那邊才拍到你喔 速度 你嚇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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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短了啦 太短了啦 太短了 我要蹲哪裡笑 就是你至少要 五 六 七 八 有一個運球的 然後你再來一個這個 然後射完之後你要這樣 然後他才幫你 對… 會不會抓速度啊 好 來了… 你在那邊… 然後就突然… 然後就沒了 速度… 你要有個點讓指指知道 要幫你應援 對 速度很重要 好 一起開始 來 微笑… 看著鏡頭射手微笑 微笑射手 來了 Let's go 陳逸生 微笑射手 陳逸生 超級喜歡陳逸生 妳有最好的音樂耶 對… 開不開心 開心… 可是你剛剛運球那麼短 是什麼意思 對啊 我們要看你學 後衛就是快到爆炸 然後前後… 前後… 前後… 你不是說快到鏡頭拍不到嗎 對啊 你剛剛慢到不行耶 OK… 唉唷… 不掉… 不怪外套了 陷生 你最好外套戳掉 會快到我們看不見球喔 萬一還是一樣的話 我真的會生氣 請我拿來 好 來 來喔 脫掉外套了 速度要加快喔 加油… 加油… 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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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上… 久一點… 快點… 久一點… 再… 不要太快 很厲害耶 可以上… 可以上… 微笑… Yeah 這才是一個完整的表演啦 這才是一個完整的OK 希望後面的球員有聽到喔 節奏很重要 好 歡迎你 歡迎你 我們看一下她在球場上 也很帥啊 那個… 影片是… 唉唷 那時候頭髮比較短 有變成 很配啊 有機會 她的銅框很配 不是 有機會黏那麼緊嗎 我們很少來賓會坐這麼緊 膝蓋褲膝蓋 而且你們認識嗎 我們是… 你們認識 你們就比賽過是不是 我們是同一隊的 高中 高中是 高中同一隊 所以剛剛故意膝蓋 膝蓋就是說 很開心 沒錯 還不錯 是 因為籃球員做的時候 我很喜歡腿很開 很開 散熱 對 你缺水嗎 要維持自然裸妝感 水可不能隨便溜走 一定要留住它 神經西安 是我水水的好朋友 飽滿充盈 超好吸收 只要七天 讓你重拾水漾 成為水漾機 絕世好美 好 接下來要歡迎到的 下一位是 利歐 你剛剛差點撞到我們的坎耶 利歐你好 請問你幾歲 二一 二一 所以你打什麼位子 這是要搶籃板那種是不是 對 類似類似 所以不需要得分 只要搶籃板 助攻 也需要 你現在是大幾個 大三 什麼學校 正式大學 那就是四連貫的內索嘛 對 同學 所以你們這次是一起打是不是 是 所以四連貫的那一刻 那個彩帶飛出來的時候 你有抱著隊友大哭嗎 對 當然是很興奮 可是就是 就已經 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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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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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第八名多想哭啊 對啊 你們已經麻痺到不哭了 但有人說你們是靠洋醬 你們買的嗎 一半一半 所以你如果把洋醬 全都移開的話 你覺得你還有信心得第一名嗎 我覺得還是有 所以那位第八名的先生 他的抱怨你覺得是不合理的 對 就是你們真的有落差是不是實力 應該是有 他嗆你耶 好不手軟 而且我第一次發現這個 那個面具下面是沒有鼻孔的 因為我很想看到他這麼高耶 你幾公分啊 他沒有鼻孔 194 好高耶 超高耶 所以194在球場上就只有優勢 沒有任何劣勢吧 算是吧 可是就是 比較大的移動速度比較慢 就是沒有像後衛那麼快 所以你會羨慕後衛的速度嗎 會 OK 那你有女朋友嗎 有 跟籃球有關嗎 沒有關係 就是漂亮的女生 對 你追的 沒有 是不是她的 對 等一下好好聊一下 是怎麼追的 聽說你有一個很囂張的那個名號 是不是 人家怎麼稱呼你 對 車營優 正大車營優 是誰幫他講的 那個網友嘛 網友 要網友 對 網友很不準 他說你是王家兒耶 對 很好說 對 要聽一個網友的話呢 車營優 有去嗎 因為你還有讓我們有些心理準備 因為你有哈孝遠跟 小哈哥 王家兒 除了車營優之外 有沒有讓我們比較可以 卸下心吧 對 其實我沒有什麼綽號 就只有車營優 對 可是這個 我不敢承認 你自己照鏡子 你會不會覺得說 老子真帥 誰平常會笑 誰平常跟他這個老子 老子 你 怎麼連的 老子就笑 還要剝頭嗎 所以 年輕人不是 你不會說老子 你怎麼會剝老子這個字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那你有聽過老娘嗎 有... 女生講自身老娘 你OK嗎 還是覺得很老派 OK 那你如果要洗完臉 然後照自己 然後覺得自己很帥 然後在心裡講什麼 不...不太合中 而且... 你從來不覺得自己帥 我一直覺得還好 習慣 謙虛 對 這麼謙虛 然後現在我們可能會驚訝 想說... 我們就來看一下 立友的真面目321請拿 輸啊 可愛型的 楊光 楊光 你好 你現在女朋友是什麼類型 他是韓國人 韓國人 就是華僑 對 然後在同學校 對 所以是校花等級的嗎 我自己覺得是 就是正翻天是不是 嗯 然後也會跳那些 韓國的團體的舞蹈嗎 不會 他不是舞蹈畫的 對 嗯 所以他走在學校 是會有很多男生偷看他嗎 應該會 像你平常 那個在打球的時候 現場有沒有什麼瘋狂的本意 或是你遇過的 我遇過就是 就是他每一場都會到 到場來講 然後都會很強調的說 他是我的頭號粉絲 他會拿什麼你的那個 應援辦 應援辦 他有做那個 就是我每張合照的 的那個卡片 那你覺得最辣的 啦啦隊是誰 我其實沒有關注 你沒有關注啦啦 你沒有關注啦啦隊 沒有關注 對 你會看台灣的籃球嗎 會 會 台灣籃球中場 拉隊很多耶 很多在地上凹的那樣 你還不看 就比較少 是假看 就是 假裝在收水壺 然後其實就是一直這樣 對 不會 叫得出名字嗎 叫不出來 真的沒看 所以可以指示 你覺得他是哪一隊的 我 我知道他 對 就我說沒看 你怎麼會知道他 就是 之前有去那個 夢想家出場 對 對 所以有喜歡他嗎 就是 還 還好 不 不 不 好厲害喔 你不會希望他單獨幫你應援嗎 不會 還是說喜菜那種 陽光的比較是你的態 喜菜是最新的 我怕他應援很亂 很亂 但是你想幫他應援嗎 我可以 我可以幫他點球 因為我很喜歡 因為你是大前鋒嘛 所以你是要蓋火鍋什麼的 對 所以可不可以請一個前鋒來 是不是前鋒跟大前鋒會交那個 交戰 雲姐 你先講說你們是不同隊的好了 你是跟他同隊的嗎 對 對 那你可不可以就是 上演是不是講 你要投球他蓋你火鍋那種 對啊 但是他如果 你要盡量不要讓他蓋到我 還是要真的競爭一下 好 認真的喔 來一場真的比賽 like a man please 來 如果蓋成功的話 你就要幫那個Leo應援喔 好 天翔好 你不要亂講一半 我太多了 好 3 2 1 比賽開始 來 開不到 我要開喔 還開不到 還開不到 等一下你們要再彈一下 還開樂視話還開不到 哪有人在場上在那邊 你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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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 我們節目 我們節目有多少人在看 你知不知道 幾億人 我們要看到這真正 現在UBA冠軍隊耶 你們兩個對手 不要跟我談戀愛OK 你好像總教練 你好像總教練 你馬上教練 不然後衛你先過來一下 然後你丟球給他們 整場拜託好不好 讓我們見識一下 好 好 確定 好的 嚇到了 好 好 好 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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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沒有跳起來啊 你要跳起來 哥 好 OK 要跑到場了 先孕一下 你不要急著那個 孕一下 兩個互相 有力 不要不裝可愛 滿那麼大 OK 好 好 一人 一人 立友 你是最棒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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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先 誰先你進來的 不是因為他在看 他也說他不看啊 對啊 那問題是應該那是什麼 孕句嗎 一人 你是最棒的 好 一人 你怎麼講 好 好 我現在要氣死你 老娘累了 老娘出來了 對啊 好好練習 好 謝謝你們 三位還有 厲害的要出來 歡迎利友 歡迎利友 我們看 利友是不是有 我們有在他場上 打球的音質 可以看一下 這才是真打嘛 我們歡迎最後一位 好 接下來歡迎到的最後一位 是 潔晨 歡迎 我們去看他打什麼的 潔晨你好 潔晨幾歲 二十歲 二十歲 是大二嗎 對 大二 所以你是讀什麼學校的 福人大學 所以這次比賽 第幾名 第五 第五 比第八 強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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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只一點 所以關於政大 有很多外國人加入 你覺得 你覺得OK嗎 不OK 你有什麼話 你有什麼話想要對 政大第一名的那些選手說 他們那一隊說 但是我們好像也有 他們也有 你們也有 你們也有 我們也有 只是少了一點這樣 他們有幾個 他們有四個 四個 我們兩個 那 對 那也是有差啊 對啊 有差一點這樣 所以你要跟他們喊話喊什麼 如果你們也沒有洋醬 又可能不輸我們 可是你們也有洋醬嗎 都是兩個的話呢 洋醬要公平啊 不是 本土 本土 對啊 本土 如果你們今天都拿掉洋醬 你要不要覺得 你可能會贏政大 我可能滿有信心的 你覺得可能會到第一名 還是說第二 第三 就是要贏他們就對了 因為他們已經 四點八了 所以政大四點八這件事情 在大學裡面 你們打籃球的人 是很不爽的對不對 是很強沒錯 但就是 什麼都是他們 想像太多 什麼都是他們 不是滋味啦 嗯 你現在大二還可以打 還可以打兩名 所以你的位置是什麼 得分後衛 後衛跟得分後衛差在哪 就是 可以運球也可以得分 所以後衛不能得分喔 沒有後衛就是比較 專注於在傳球跟韓戰術上 但是你是 又要看戰術 然後又要得分 對 所以你就去更難嗎 各有難的地方 但是我的 就是得分要比較多 所以你有沒有什麼封號 滿多人說是 大心臟球員 對 為什麼 應該這樣講就是有些人 會在大場面卻場 但我比較不會 有沒有什麼瘋狂粉絲追你過 就是因為我對粉絲還是會有 基本上的那個 界線在 但是他們都會很瘋狂的 一直傳訊息 然後 會談到哪一些 讓你覺得很反感嗎 就是會一直問我說 能不能跟我出門 然後要幹嘛 吃飯什麼 唉呦 但我會覺得說 你多到吃飯而已吧 我不太清楚 還是你有受過什麼辣燥 唉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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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種哪一種 腿還是 是 嗯 都有 全身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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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包括小腸嗎 開腸還沒上 開腸 大腸接 開腸了吧 都給了 如果說到小腸 你會不會覺得值得珍藏 我不要 不要 OK好 我們來看一下 得分後衛 對 結成 3 2 1 請拿 好可愛 妳好 妳好 好 所以這邊有一位後衛 然後這邊是得分後衛 對 所以後衛可不可以講一下 他比你厲害的點是什麼 他 沒有多厲害 不是 你只有後衛 他還要得分耶 得分耶 就是得分比他多 得分比他多 得分比他多 好像也沒有啊 有喔 他 你第幾名 他第幾名 他很強 很執著 他很強 來 來 兩個後衛到球快點 低開一下 對 後衛不偏眼很好看嗎 應該超OK 開什麼快 對 講真的 像一個男人真正的比賽 不要有妝可愛 也不要有偶包 不要在乎你頭髮也要變濕 好 很難打 因為他人耶 我跟你講你今天回去 所以要再怎麼洗 他應該就這麼捲了 那唱得啦 所以你不要擔心髮型 OK 好 射手 微笑射手 微笑射手 小剛泡VS大心臟 輕鬆 傑森就是 盡量不要讓麗珊拿到球 好 你要擔到球 但是你要得分喔 我要得分喔 投了 投了 要蓋 投了要蓋 要擔擾啊 等一下射手 麗珊 等一下射手 你有沒有在認真打 有 再給你一次機會喔 你剛剛很弱喔 好 好 好 腳弱神器喔 教練神器 看 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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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蓋到了 又是我 快 洗菜 麗珊 麗珊 我愛你 我愛你 你是鬼娃啦 你是鬼娃 你為什麼一定要用這種語氣 麗珊 麗珊 我愛你 沒有 拉隊的聲音要提高 你聽聽看真的啦 對會怎麼講 麗珊 恭喜 蓋火鍋成功 來吧 來個麗珊的應援 來吧 MVP陳麗珊 我沒聽過 很亢奮 然後 得分後衛也得分了 得分後衛結成 等一下那是什麼意思啊 得分後衛結成 你在媽介紹 個人介紹嗎 得分後衛結成 她的媽媽叫作是什麼林可如 她的媽媽叫作 她的媽媽叫作 不是 不是啊 所以是我的比較好 不是 那是後衛結成 那是結成 結成 你好棒 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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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意思 好意思 我都在見上來 對啊 得分後衛結成 西地主持人博成 你是柳定 我不是柳定 來 如果贏你的身高 你也是後衛對不對 對 想不想三人鬥牛 三人怎麼鬥牛 三人怎麼鬥牛 我們鬥牛是 我們有三個 鬥牛不能三個人嗎 三對三 是不是三對三 有了 不然看 看誰可以搶得到球 他們兩個都先傳流一球 然後有武神要抄到他的球 就好 好不好 我們兩個都 一打二 一打二 好 他們兩個互 就是互在比賽 然後你看 你可不可以把球搶過來 好 劉丁是 劉丁是台南 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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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南第十八名 第十八名 沒有 欸 搶到球要幫劉丁應援喔 好 那 正式比賽喔 我就不鬧了 好 不鬧了 你墨鏡有沒有拿下來 認真喔 認真喔 讓我們看到汗水跟青春 還有那個熱血 OK 這一場我不鬧喔 好 三二一 開始 不可憐啊 劉丁... 劉丁... 你來加油 劉丁 劉丁 劉丁巧合 劉丁... 好 很厲害 公主 莫敬... 我們已經能救了 對 你能救了 劉丁 劉丁 你好棒 劉帝 你成功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台南聚光 就是你劉冰 謝謝 太精彩了 多G 來 我在喘 喘啊 喘 剛剛這是有累到是不是 對 而且 而且速度是不是你真的抓不到 太快了 我看到一個人的時候 球到另外一個人那邊 就一直重複這件事情 怎麼會這樣 你不是也是籃球員出身嗎 那很太久以前了 那你很喘耶 你是不是還是B-boy比較強項 我其實也不是B-boy 不是 你告訴我 我才一個一個知道的 我一直換你你的記憶啊 我知道了 你變這個頭髮看了多久 一個多月 你女朋友喜歡嗎 我沒有女朋友 你沒有女朋友 來了 你喜歡哪一型的 快點 幫你針釉 我跟大家講 謝謝 可愛氣質 這樣子好 好 圓藝 圓藝 好漂亮 圓藝來了 圓藝幫他拍幾張 那個捲髮的寫真 怎麼會這樣 頭都套了 這個要至少要三千多吧 這個朋友 好 你來了 是搬著啦 對 所以你就捲髮要擺什麼姿勢 就打球 然後又拍照 沒有 你要跟頭髮有一點互動的 然後拿著球 然後跟頭髮有點互動 就是你知道捲髮 我這樣 這樣子嗎 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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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驚訝 不要搞笑 然後 幫他抓個三張 吸吸 不吸吸 帥的 這是怎麼互動 要帥一點 要出來一點 就拿著籃球這樣 插還怎麼樣 總之人在拍照 可以嗎 你很貼心耶 我有沒有拍到 他沒拍到 有拍到嗎 圓藝有拍到 圓藝也覺得莫名其妙 我幹嘛拍這個 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在這電腦看到嗎 沒辦法 那不行喔 是假拍嗎 等一下 你們等一下就不用看了啦 好 謝謝潔晨 歡迎你 這四位都是目前現在那個大專盃 這大專盃沒錯嗎 對 兩位冠軍 一位第五名 一位第八名 但沒有洋將 但 對 他們都是只有那個 他們都對第一名 就是諸多不爽 諸多不爽 對 可是沒辦法 人家就是定義 就是連霸 什麼都聊 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鈴鈴鈴